上辈子一个老婆都娶不起 而现在只要胆子大 一次就能娶十个 今天官府发放老婆 你必须得领一个 按咱大钱律法 你成年若是不成婚 便会赴税加倍 所以于情于理 你今天必须挑个老婆回来 刚穿越过来 就白捡一个老婆 还不要都不行 三叔 他们是免费的嘛 现在有人收留他们 就已经烧烤箱了 还要啥银子 还不要钱 那真是太好了 我跟你说 这回十个姑娘 个个敷白貌美 你随便挑 还敷白貌美 走啊 还愣着干啥 哎呦我去 这古代的美女 真是绝了 一个粗子 怎么就来了你一个 赶紧挑吧 县衙已经没犯管她了 今天送不出去的 全部送去青楼 女人们都面露惊恐 人群中 一个身材单薄的少女 她叫李玉瑶 当朝女帝 先皇驾崩前仓促中 将皇位传遍了她 然而就在登基第三天 燕王谋反 眼看大势一去 逃出皇宫 江河县被陷死的人拦住 当做流民 送来给村里贤汉 当婆娘 我堂堂女帝 既要沦落到 被山野村夫糟蹋 你是奇耻大乳 而如今 更是要被送去青楼 内心的矛盾 与耻辱憋得她双脸通酷 她开始慌了 选我 我很好养的 我十九岁 懂情记书画 我 我还会仿杀 我能吃苦 李玉瑶冷静地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露出了清诚的容颜 一旁的村长 和牙抑眼睛都看直了 居然还有如此鸡皮 怎么早会发现 不行 绝不能便宜了这个小子 赶紧挑 一个姑娘七十九文 啥 拆眼 不是不要钱吗 怎么七十九文很贵吗 这么多年都是七十九文 哪里贵了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 工钱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其实那时候 七十九文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陈钱 要不还是算了吧 不就七十九文而已 只有小孩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你说啥 我说 我要去十个 所有人一时都没回过神来 女人们全都目瞪口袋 面露惊诧 呵呵 这个看似良善的少年 竟是个好色之徒 陈钱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三叔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去一房七 那就房七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 咱村流地主 都才那三个小妾 你就用那九个 你疯了 我有自己的打算 三叔 你听说过人口红利吗 啥 人口 红利 啥玩意儿 行啊 小子 你全都要 七百九十文 村里谁能轻易拿出七百九十文钱 我现在还没有 大胆 没钱 你还口出狂言 三天 给我三天时间 我保证把钱给你 可以立字为证 我凭什么让你欠钱 我当然不会白欠 三天时间 两百文的利息 三天后 现牙剑 九百九十文 我如数奉上 如果到时候 我拿不出钱 任你处置 牙蚁心动 九百九十文 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好 不过我要再加一条 如果三天后 你还不上钱 这些女人 我要全部带走 哎呀 陈钱你糊涂啊 那可是九百九十文 以你的家境 就算借也借不到啊 办婚书吧 选一个为正妻 其余为妾 就在陈钱 正妄向众人时 李玉瑶却主动开口 我 正妻 其余人面目惊讶 不愧为女帝 力争上游 就她 正妻 十份婚书你收好 三日后 衙门等你 上辈子一个老婆 都娶不起 而现在 只要胆子大 一次就能娶十个 李玉瑶 好名字 小生陈钱 见过娘子 从今往后 便与娘子 还有众位小妾 一起相濡以沫 共赴白头 陈钱一口气 娶了一妻酒妾的事 很快便在村里传开了 所有人都认为 陈钱这是疯狼 说吧 你有多少钱 缺的部分 我想办法赚 你能想啥办法 这人该不会 是和我一样 穿越过来的吧 我现在就不到两百文 不到两百文 就敢把我们全都领回来 哪来的胆子 这条件实在太差 纵然是我也没有办法了 怎么不问问 我有没有办法呢 不如我们打个赌 如果我办到了 以后什么都要听我的 好啊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听我指挥 大家都按自己的年龄 大小编排好顺序 大姐 二姐 三姐 四姐往下排 至于娘子就是娘子 娘子你统筹全局 等会儿烧好水 大家都洗个澡 让五妹多煮点饭 大家一定要吃饱 从今天起 让你们再也不会饿肚子 现在分工已明确 该做啥的 都去忙吧 就这如何赚钱 我承认你分配的 竟然有序 但仅仅这样 有什么用 娘子莫及 我自有办法 我保证 三天内 我绝对会赚到 九百九十文 一个月咱们盖新房 半年成为江河县首富 给我三年 我会让你成为 明满天下的陈钱夫人 陈钱的话 说完现场一片沉默 而李玉瑶的眼中 只有失望 小鸡 小八 你们背着粮食 到村里去换成黄豆 小九拿钱 去村里再买一些 三天后 我带你们吃烧鸡 说完 陈钱就往后扇走去 用他前世所学 找了一些石膏 回来时 小九他们也都回来了 换回来满满一缸的豆 也都做好饭菜等着他 这老婆多就是好呀 致富之路即将开启 娘子 我来教你烧石头 这可是咱们的核心技术 切记不可外传 这个能吃吗 不能 但他做出来的东西能吃 你听说过豆腐吗 所以 你收来这么多豆子 就是用来 做那个叫豆腐的吗 做出豆腐卖了钱 咱们就有钱还债了 哎 本来我还以为 你能有什么高招 结果只是一想天太霸了 什么豆腐 就靠这些石头水吗 真可笑 姐姐们 你们说他能赚到 那么多钱吗 谁知道呢 要不咱跑吧 能跑到哪去 咱们是刘明 没有牙牌 离开这里又会被抓 再被抓到 可就不一定有 这样的运气了 你们相信 他能创造奇迹吗 我想去帮他 因为有些事虽然很难 但总要是一事 才会知道 大清早陈钱家的小院里 已是热火朝天 磨豆子的 煮豆浆的 众女各司其职 陈钱家这是在干啥 走 过去看看 不多时 门前就为了不少人 好好的豆子 就这么给祸害了 磨成浆水 这还能吃吗 年轻人 豆子就算要磨 也只能炒熟了磨成豆粉 冲泡了纸 如此糟蹋粮食 早晚会被饿死啊 这边的动静 很快引来了村长赵富贵 陈钱 你这是弄啥呢 你是真不怕饿死吗 赶紧停下 三叔您来得正好 大伙也都看半天了 今天我给大家开开眼 尝尝鲜 这咋回事啊 刚才还是浆水呢 怎么就变成块了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啊 老夫活了五十余仔 也没品尝过这等美味 真是好吃啊 陈钱 你这豆腐卖吗 我可以花钱买 对对对 我也要买 怎么卖的啊 我想买几块回去尝尝 折腾了大半天 陈钱等的就是这句话 诸位叔叔婶子 大哥大姐们 大家也都知道 我家穷日子男 这豆腐 我本不想卖的 但都是乡里乡亲的 大家既已开口 我陈钱又怎么能拒绝呢 这样吧 我也不赚钱 就收个成本价 两文钱一块 两文钱 这可真不算贵啊 相国 这个价格太低了吧 两文钱确实很低 但是娘子 这都是咱的乡亲们 又不是外人啊 虽然这是咱们辛苦了 一天一夜 才做出来的豆腐 但我陈钱 也不能赚乡亲们的钱啊 两人一唱一和 满满的套路 我不是想占你便宜 但我家人口多 卖给我两块呗 众人争先口后 生怕买不着了 陈钱啊 买三叔一百块豆腐呗 三叔有大用处 三叔 您这是为难我呀 明日我要去县城赵家赋宴 正愁找不到适合的礼物 你这豆腐不仅美味 而且新奇正好合适 你就帮帮三叔吧 刘帝竹一直想当村长 我如果不能取得 县城赵家的知识 以后恐怕就不能 接着当这个村长了 三叔 您都这么说了 肯定要给您面子 您放心 一百块豆腐今晚之前 一定给您做出来 豆腐都卖了 咱们晚上吃啥呀 你们真以为 我们今天白干了吗 买了一百斤豆子 花了两百多文 今天总共赚了六百多文 天啊 这利润也太大了吧 所以你们都听我安排 保证你们这辈子 衣食无忧 今天大家都累了 拿着钱去镇上买点大米 买点肉 今晚好好吃一顿 多的钱 你们自己买点东西 刚赚点钱 你就这么挥霍 当你是土财主呢 钱要赚 但是生活也得过下去 我不会让你们 一直吃苦的 好了 你们快去吧 四日清早 三叔的堂弟 在江河县城 以五文钱一块的价格 转眼就被人一抢而光 看来得找陈钱 签订一个长期供货协议 这生意来钱真快 别人勇心商行掌柜徐茂财 干嘛 是这样的 徐某见阁下售卖的豆腐很有意思 想和阁下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豆腐都卖光了 要买明天再来吧 说完 赵吉转身就走 他听出对方是想从中分一杯羹 这种事怎么可能 跟上他 给我弄清楚这个豆腐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钱 以后我每天都从你这买200块豆腐啊 给我算便宜点行不行 赵老爷 三文钱的价格 是低价不能再低 况且我这的订单 已经满了 您这200块豆腐 我都没空做 三叔 我想把整个后山买下来 您帮我打听打听 买这个干啥 全是石头 送人都没人要 我打算盖个大典的房子 赵老爷 你得跟我签一份 长期供应合同 每天200块 供应一个月 到期再决定 是否续签 慢着 这豆腐的生意我周家包了 不相干的全都滚开 这位是县城周家的 大公子周正阳 关于你家豆腐的事 我们都调查清楚了 从今天开始你做的豆腐 周少爷全都包了 不许卖给别人 你自称豆腐要两文钱的成本 其实你还是有得赚 所以从今往后 供应我们周家的豆腐 就两文钱一块 这是供货合同签了吧 我如果不签的 小子 不要给脸不要脸 在这江河县内 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周家面子 想买豆腐可以 但你这些条件 呵呵 我不接受 买东西就要有买东西的态度 别给我装大尾巴狼 周公子实在对不起 这个陈前从小老子就不好 没什么见识 不知道周家的威名 您大人大量 千万别跟他计较 周少爷是吧 我想你可能没有听明白 那我就再说一次 想要合作可以 但规则必须要听我的 否则免谈 我周家说 从今往后 你卖不出去一块豆腐 就保证你一块也卖不出去 我倒是看看 谁敢与我周家为敌 我们走 我听说 周家即便是在县城 也是不好惹的 以后这生意怕是做不成了呀 三叔 其实在他们来之前 我就已经有了对策 你信不信 要想赚大钱 格局必须要打开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卖豆腐了 这么赚钱的生意 怎么说不卖就不卖了 自己生产豆腐 又累利润又不高 明天开始 你们教村民做豆腐 然后卖石头水给他们 整个生产过程 石头水才是关键 既收了学费 又有免费劳动力 他们还帮我们做了宣传 相公 你哪来的那么多鬼主意 娘子放心 好戏才刚刚开始 等我这事 成了给你们美人 住一间大房子 各位乡亲们 大家每天 起早摸飞的辛苦干活 到头来 还是被地主财助欺压 大家想不想过好日子 想啊 当然想啊 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我想把大家带动起来 一起赚钱 一起吃好穿好用好 不再让大家挨饿挨动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 想啊 当然想啊 既然大家都愿意 那我就直说了 第一步 从今天开始 我会教大家做豆腐 我们把村里的青年壮士 全部聚集起来 形成一个庞大的防御力量 这样就不会被地主富豪欺负了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走出江河县 让我们的生意走遍大江南北 你们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豆腐 然后卖石头水赚钱 第三步 也是最关键的 凡是工匠 皆可以来我这里报到 带你们制造出你们 从来没有见过的黑科技 啥 黑科技 少爷 现在城里很多豪门 对于我们这做法不是很高兴 你得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 陈钱 真的太谢谢你了 这个月大家听你的就赚了十几两银了 是啊是啊 从今以后你让我们往东 我们绝不往西 大家放心 只要跟着我 以后都能赚大钱 你听说了吗 靠山村的人现在一个个的都跟着陈钱赚钱了 听说了听说了 这个最开始还是因为周公子去强行买豆腐 不答应就不让他卖 结果他不卖了 让全村的人去卖还都赚了大钱 是啊 现在靠山村的人都围着陈钱赚 出门身边都是八个人跟着 那可不是吗 万一陈钱出了好歹 那全村人不就断了财路 废物 连个人都抓不住 公子 那个陈钱天天待在村里不出门 现在村里有一群人巡逻 根本无法靠近啊 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再不把陈钱抓过来 你们就别回来了 不知夫君怎么会想到带着村民一起赚钱的 有些东西你们不会懂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要学会共赢 才是长久 这个男人给了他太多的信仰 如果自己仍在地位 有他在身边 说不定真能改变这一切 陈钱 你快来 我们做出来了 你们是把那种零件做出来了吗 是啊是啊 你快过去看看吧 陈钱 这些零件是干啥的呀 娘子 你知道弓弩吗 你是说 这个东西是装在弓弩上面的 对 平常的弓弩威力小 而且只能射二三十步远 有了这个东西 五十步之内百发百中 这么厉害吗 陈钱 你不会是想造反吧 我哪有那个本事造反 最近不是经常有土匪强盗侵犯吗 我只想拥有自保之力 这要是大批量装备 这东西可得比军队还要厉害呀 娘子 你怎么会想到军队 娘子身份让我越来越好奇 我的身份比较忌讳 知道了对你们没有好处 反而是你 我不信一个山野村夫能懂这么多 我说我是穿越过来的 你信吗 不想说就不想说 何必编这些荒唐的东西来骗我 三姐 你急匆匆的拉我到这里干嘛 请问 姐姐的真名 可是叫李玉瑶 这难道是 发现了什么端倪 被认出来了吗 臣女廖红英 参见陛下 廖红英 家父廖战 你是廖将军的女儿 陛下如今的打扮 与昔日相差甚大 这些天臣女 也无法确定是你 还望陛下恕罪 你快起来吧 以后不要再叫我陛下 从今往后 只有嫁为人妻的李玉瑶 再没什么女帝 陛下 您是先皇唯一的血脉 您是大前唯一的正统 如果您就这么放弃了 那么曾经那些 誓死追随您的人 他们该怎么办 纵然是不甘心 可目前大势已去 你我都是孤家寡人 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陛下 您看这个 你竟然把玉瑕和圣旨 也带出来了 陛下 求求您 别放弃行吗 如果连您都放弃了 我报仇 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不过此事 还需从长计议 等时机成熟 还需要把真相告诉陈前 想要复国 它是关键 娘子 你还好吗 怎么看起来有心事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 我其实 其实你是个千金小姐 对不对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与他们不同 你举止得体 气质更是无与伦比 绝对是在 富贵人家长大 娘子放心 不管过去如何 从今往后这里 就是你的家 无论有什么事 都可以跟我说 我会陪着你 咱们一起面对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让你赚很多很多的钱 打造很多工奴 扩充保卫队 好 我答应你 不过这件事 不能让外人知道 且不能操之过急 陈前 外面来了很多牙医 少说有几十人进村了 带这么多人 看来是想通过下子的手段 让我忍无可忍 逼我出手 然后再给我安个罪名 三姐 看来大事不妙 你快去把圣旨和玉玺取来 你们这些刁民 聚集在此作甚 胆敢抗税不成 区区一点税钱 我们都不放在眼里 不知县位大人 这次带这么多人来想干嘛 是啊 你们都赚到钱了 不在乎这点小钱了 但这次收税可不一样 所以每人纳税一百两 本来一百门的税 你要收一百两 赵大人胃口也太大了吧 要你交多少 你就交多少 莫非你敢抗税不成 来人啊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慢着 圣旨在此 大胆赵德义 你是要谋反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皆有江河臣前 多有才艺 宽博谨慎 敦厚行义 通国答体 此人孝顺 深得正义 予以表率 这封靠山难绝 赐靠山一村之地 十亿三百户 亲死 陈前从小到大 长在靠山村 都没离开过这江河县 皇帝怎么会知道他 还给他封决 好啊 你们竟然连圣旨都敢假冒 看来你们是真的想造反了 大胆赵德义 竟敢口出谎言 有圣旨在此 谁若不信 尽管来查验便是 玉轴蚕丝 上手奉天承运皇帝 夏洛宣德二十八年秋 施玉印命德之谱 本来打算 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们相处 可换来的 却是得寸进尺 不装了 摊牌了 我确实就是 靠山难绝 赵德义 你蓄意谋害 无端挑衅本爵 你可知罪 来人啊 陈前假冒胜致 意图谋反 给我斩杀死在 我看谁敢 大前律法 胆敢无故袭击贵族者 列三族 你们是想跟着赵德义 一起抄家灭门吗 赵德义意图谋杀本爵 其罪当初就地格杀 给我嘎了他压的 干什么 破手罩的意已死 而等还不放下武器 速速投降 若敢赋予顽抗者 格杀勿论 兄弟们 都快投降吧 陈前果真是绝严 袭扰贵族 乃是重罪 咱们跟着绝严吃香喝辣 早已下破胆的牙医 本就没打算反抗 听了这番话 更是毫不勇 纷纷放下武器投降吗 三叔 还记得之前 和你说的计划吗 看来这个计划 要提前了 陈前啊 三叔只问你一件事 你老实回答 你 你真是绝严吗 是真的 三叔 不管我这个绝位 是不是真的 现在也只能是真的 你明白吗 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赵德义好歹也是县位 我是真没想到 你胆子竟然这么大 说嘎就给嘎了 至于接下来 该怎么办 这也正是我决定 要提前那个计划的原因 那好 咱们现在准备准备 立刻动身 娘子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这两日小心一些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很快我就能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 不精通律法 说不定可以帮到你 至于家里可以交给三姐 也行 三叔 你带上一些人手 越多越好 只要壮丽青年 再去叫功努队长 带上二十人 配上金铁刀 骑上马 再和大家说清楚 这一趟可能会有危险 甚至可能会嘎人 凡是跟着走上这一趟的 每人五两银子 回来后 每人十两银子奖金 诸位兄弟 如今赵德义已经扶诸 周坤也会因罪下狱 过去本决 不想换季官场 可如今形势所逼 浙江河官场 我是必须要走上一趟了 现在想做本决的人 过来每人 零二两银子 至于要与本决为敌的人 现在也可以走了 聪明的人估计已经想到 陈前带着这么多人 今晚来县城 怕事就要对赵家 周家 进行清算 而今晚过后 江河县怕事 就要重新洗牌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赵大人是个聪明人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我打算和赵大人 做一笔交易 我捧赵大人上位 赵大人帮我在衙门中 安插几个人 捧我上位 绝也 你好大的口气 本官且问你 就算你是真的男爵 却是无官无耻 如何捧我上位 根据大前律 八九品的官员 想要升迁 需要三年考满 平分优良 又有上官举荐 便可升迁 想必赵大人也知道 三年考满和平分优良 并不难 难的只在于上官举荐 正巧 我家妹妹是南洋郡守 韩风的女儿 只要南洋郡守 为其举荐 赵大人想要升迁 自然是一如反掌 可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升迁呢 我说了 各取所需 我打算让赵三叔 跟在赵大人身边 做个副职 跟大人学习 为官之道 我这还有个兄弟 安排在刑房 也做个副职 来日赵大人高升之后 三叔便可以 接下县城位置 另一位兄弟 也接下刑房主事之位 这样一来 整个江河县的兵群和志武 已将都在陈前掌控之中 老爷 出大事了 赵德义和周昆 昨天下午 调走了不少人 结果到现在还没回来 刚才有人禀告 说赵家和周家的人 他都被抓了 正在县城大堂 什么 赵康他想干什么 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支线 走 叫上人 我倒要看看 这个赵康还想翻天布城 老爷 不好了 昨晚陈前拿着圣旨 连夜逮捕了赵家和周家人 在县城大堂已经问斩 啥 圣旨 问斩 快被车去县城大堂 支线无庸已然得知 陈前昨晚带着三班牙衣 抄了周昆家和赵德义家 并且身上还有一道圣旨 证明他是先帝清风的靠山男爵士 无庸就已知 自己大师已去了 哎呀 绝业亲至 下官有诗远营 诗敬诗敬 吴大人客气了 本觉相信 赵德义和周昆 勾结土匪 亦与谋害贵族 这些是吴大人 都不知情 也与吴大人 没有半点关系 是这样的吧 没错 他们狼子野心 本官都被他们蒙骗了 本官有愧 本官也有视察之责 吴大人不必自责 这次要不是本觉 有几个忠心的手下 救了本觉 本觉此刻怕事 已经惨遭毒手了 如果吴大人能让他们 在县衙谋个差事 本觉便感激不尽了 就这点要求吗 可以啊 张平接任刑防主事 代管县位之职 钟涛任刑防典礼 赵富贵接任江河主部 张冲任江河殉岛 刘洪任江河巡检 王奎任江河教育 陈贤一口气说了一大堆名字 官知安排得妥妥当道 吴庸一脸猛逼 怎么 吴大人不愿意 如果让吴大人为难的话 那吻觉也只能秉公处置 上出皇上 说不定他们背后 还有什么人指使呢 吴大人你说是吧 觉也哪里的话 觉也举荐的都乃贤财 觉也推荐的这些位置 也正好合适 本官等下就签写任命文书 那就有劳吴大人了 夫君 我 我 别说话 吻我 但是 娘子 这个旅店看起来很干净 但这床铺上面 说不定沾染了什么细菌 咱们不能脱衣服的 细菌 那又是何物 细菌嘛 就是一种人眼看不到的小虫子 它们到处都是 无处不在 比如我们身上 背入上 甚至我们身体里 你若嫌弃我 直说便是 何必找这般别角的理由 拍细菌看不见的小虫 真可笑 我没有骗人 真的有细菌啊 我且问你 既然那细菌 是人眼都看不见的东西 那又怎会有人得知 所谓细菌的存在呢 我就算是给你解释 你也未必会信 等下你又要问什么 是显微镜了 对了 有件事还没问你 昨日那圣旨 是怎么回事 咱们不仅要开发房地产 还要修城墙 建高速 制造飞机大炮 你去县城 购买闲置的空地 地方不能 小于二十亩 越大越好 如果城中 没有这样的地方 成交也行 能买多少买多少 顺道去找赵富贵 修建城墙的事 让他去办 告诉他 尽力就好 无需抢求 爷 这修建城墙的事 万一办不下来 咋办了 这么多砖窑 岂不是全都亏在手里吗 这个你不必多虑 安心去办 本决交代的是即可 明日让你表哥 去账房只一千两银子 用来做砖窑的开销 绝也 咱们那九座砖窑 只要招募人手 就可以直接烧砖了 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九座砖窑用不完 再建二十座呢 啥 再建二十座 每一座砖窑 都成立一个十人的保卫队 一座窑招十人 三十座窑 岂不是要招三百人 用得招这么多人来保卫吗 我知道你不理解 你现在也不需要理解 按照我说的去办 就是了 你要烧这么多砖 是又要准备盖房子 搞你曾经说的那个 房地产吗 还是娘子聪明 咱们不仅要开发房地产 还要修城墙 建高速 制造飞机大炮 房地产的盈利模式 陈钱已经跟他讲过 他相信 按照陈钱那般套 不可能不赚钱吧 那保卫队呢 只是些砖窑而已 真的需要三百人的保卫队吗 谁说保卫队是给砖窑的 那保卫队是干啥用的 保护我们所有产业的 衙门的力量 终究只是外力 能依靠多久 还未可知 所以咱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力量 李玉瑶赫然明白 陈钱这是要打造自己的私君啊 现在还有十二家铺子 三千多亩田地 没人打理 小七小八小九还太小 你们几个当姐姐的分一分吧 我来管这些田产农庄 好管理田产不易 你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你不是说过 你不想当地主吗 那么这些田地 语气乱七八糟 干脆我都给你卖了 行 这是你自己决定 要不把店铺也全都卖了 姐姐们 我叫你们来 是来打理生意的 不是变卖产业的 五三姐 我在这里招了 一支三百人的保卫队 回头等你处理了 那些田产之后 这支保卫队就交给你了 相公 咱们那一屋的银子 都快堆不下了 若是去换成银票 又怕钱装不靠谱 我已经想到 应对的法子了 不过这个想法 很大胆也很行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也正是个机会 田钱 我们又研究出来一种新的纸 我把这种新纸称之为熟纸 你过来看 景哥 你再帮我研究一种新的纸 这种纸 要比熟纸更加结实 更白 最重要的是 这种纸当中要有水印 水印 那是什么 这种纸正常看 它只是普普通通的纸 但对着阳光 或明亮的地方看 就能看到纸张当中 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图案 或者印记 这 这不太可能吧 当然可能 总之发挥你的想象力 能达到我要求的效果即可 你说的这种带水印的纸 确实神奇 可这种纸又有什么用呢 作用暂时还不能说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如果这种纸能做出来 那将又是一种 颠覆时代的发明 好吧 由你提供的这些思路 要造出这种纸不难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三叔 你怎么回来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陈前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一件好事 一件坏事 你想先听哪个 先说坏事吧 今早借到郡城发来的文书 南边有人造反了 造反 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别着急 听说造反的地方在隋州 距离咱们这八九百里呢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上面只让我们争民夫 何争粮食 那好事是什么呢 修建城墙给批准了 好的三叔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再有啥消息 派人回来就行 不用你亲自跑一趟 娘子 听说南边开始叛乱了 叛乱的是谁 是楚王还是赵王 啊 楚王 赵王他们是谁 这事咱们必须要慎重 我建议还是先把事情弄清楚 再做打算 三姐 你去看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起兵的人是谁 规模如何 战况如何 时间有限 给你最多六天时间 六天之内必须回来 是的 姐姐 六天时间够吗 这几天正值假期高峰 路上应该会很堵吧 顺子书练钢的进度怎么样了 东家 倒是有些进展 品质比以前练的属铁更好一些 但还是没能练出你说的那种钢铁来啊 没事 顺子书 你不用着急 练钢本来也不简单 急不得 我这次来是有要紧的事 东家 有啥急事 弓弩的配件 这次我要二百套 而且还要快 尽早练出来 照目前来看 最快六天时间就能练出来 顺子书 这次数量大 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每一个配件都要登记造册 不能遗失任何一个配件 相公 要不咱们干脆举兵启事吧 以你的能力 想要争一争这天下 也不是不可能的 举兵启事 不不不 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 咱们现在的实力还太过弱小 就算想要启事 也一定要隐忍 至少要懂得 高筑强 广积梁 缓称王 这个道理 好吧 那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换一种角度去想 想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还不被官府欺压 这事儿也不难办 如果我们是土匪 就可以做一些 普通百姓不方便做的事 只要不去滥杀无辜 只收拾那些贪官污吏 成奸除恶 为民除害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什么 你是要伴做土匪 江河县山匪 和习的多 却也不见官府剿匪过 对官府来说 平民百姓好欺负 深山中的土匪 不好惹 这次我们就当一回土匪 我倒要看看 那郡守又该如何应对 可是 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 首先咱们 先定一个小目标 一年后起事 三年内 拿下整个大钱 五年扫平周围各国 二十年一统天下 建立一个和平 大统一的地球世界 相公 地球又是啥 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爆炸吗 这些东西配合起来 就是能造成爆炸的火药 娘子 制作火药 是机密中的机密 除了你我二人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而且这东西极其危险 你说的这东西 真有这么厉害吗 陈前的理论知识丰富 但真正动手实操 这还是第一次 因此 整个过程内心 实则慌得一病 这就好了 可是你说的爆炸呢 要是现在就爆炸 咱们不就被炸死了 你看到 这条引线了吗 只要用火点燃 它就会爆炸了 原来如此 李玉瑶还在好奇 想要看清楚爆炸 究竟是什么样 陈前便拿出火石 开始打火了 娘子 快跑开 差不多了吧 怎么也不会炸到这里啊 我也不知道 总之跑远点更安全 就算真有你说的那般神奇 怎么也用不着跑这么远吧 好了 没事了 还 还会爆炸吗 当然不会 一个只能炸一次 有这样的武器 何仇不能平定天下 这还只是第一步 想要让这种武器的威力 最大化海藻呢 啊 为什么 因为火药只是最基本的爆炸物 想要让它的威力最大化 才需要借助一些外力 比如我们用钢铁铸造一个圆筒 将火药填充进去 鼓住其中一端 让爆炸物另一端飞射出去 这样一来 不仅拥有大规模杀伤的威力 而且还能将爆炸投射到百丈开外 这样也行 真有这么厉害的武器吗 智界很大 未来更大 未来有一天 说不定咱们还能坐着会飞的船 飞到天空 飞到月亮上去 至于这种武器 回头我还需要再改进一下 现阶段这种用竹筒 装起来的 使用时需要把他点燃 扔到敌人当中 就叫他手榴弹吧 啥 手榴弹 掌柜的 你这纸是怎么卖 老先生 咱这纸好 但价格和普通纸一样 只要一文钱 什么 纸要一文 它叫孔秋 十文钱一张的纸他都用过 而这么好的纸 竟然只卖一文钱 掌柜的 你这有多少这种纸 我全都要了 老先生 我这现在可是有一千张的 您真的都买了 才一千张 小店这里暂时只有一千张 如果老先生还想要买更多的话 明天就会有人送货来 不知老先生想要多少 掌柜的 你这纸是从哪间的货 告诉我 这银子就是你的了 老板可是想要进货售卖这种纸 不瞒您说 这纸正是我们陈氏商行自己造的 什么 你们自己会造纸 掌柜的 你还是速速把你们东家叫人 这是你耽误不起的大生意 只要能和我谈成这笔生意 以后你们不管再造多少纸 都不会再愁销路了 实在抱歉 我们东家没在这里 东家住在村上 村里 你的意思是 这只是村里作坊造出来的 是的 请问几位今天还买纸吗 这些纸我们全都要了 回去告诉你们东家 明日过来见我 客官 我们东家很忙 明日有没有空见您 还不一定 掌柜的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你知道我们要谈的是多大的生意吗 我们家老三便是江南第一手赴马如云 谁和我们老三做生意 谁就能赚大钱 所以还是快去请你们东家来吧 不然你们东家怪罪下来 你怕是承担不起 马 马什么云 几位客官实在抱歉 我们东家的事 我确实没办法做主 如果诸位实在想和我们东家 做生意的话 我可以带诸位去我们村里 说不定就能见到我们东家了 有点意思 那我们就去村里 拜会你的东家吧 诸位来我们村 可是有事 他们要找东家做纸生意的 既然是客人 请跟我来先歇息一下 我这就去禀道东家 李玉瑶叫上他前不久 刚找到的贴身侍卫亲衣 和陈前一起过去 诸位 在下陈前 听说诸位 是要和我做纸张生意的 在下马如云 想要和你谈谈这纸的生意 我看小兄弟是个直爽人 不如小兄弟 把这造纸的技术卖给我 我愿意出一万两名字 相识即是缘分 这块牌子是我的一件幸运 一些官吏看到这块牌子 也会给我马某一点面子 小兄弟说不定用得上 马 马什么云 在下陈前先谢过 马先生了 我还有点事 生意的事情 择日在意吧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那小子身后 还跟着个穿轻衣的姑娘 师兄 那姑娘有何特别 我感觉那姑娘 有点像陛下身边的轻衣 轻衣 你当真没有看错 我也不确定 只是我见她很是面熟 很像 而且她的目光 一直在躲避我们 如果真如传闻那般 女帝没死 你等如何打算 当务之急 还是先查清楚 大师兄看到的 究竟是不是轻衣 如果真是轻衣的话 那陛下她 她会不会在这里 你可看清楚了 奴婢肯定看清了 郑威将军楚洁 左相于中 天下第一负伤马如云 还有他们那位 神秘莫测的老师孔秋 陛下 他们四位出现在这 这对咱们来说 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奴婢在找您来的路上 就听说他们已经 罢官离开了朝堂 都在四处寻找您呢 这足以说明 他们还是忠于陛下的 你说 他们出现在这 是巧合 还是故意为之 还是暂且小心一些 不管对方什么打算 先不要让他们发现咱们 是的 陛下 东家 出事了 咱们的人被打了 走 去看看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郡守大人的侍赢 这次就是为郡守大人来办事 你是什么人 关我屁事 我只知道 你打了我的人 小子 你知不知道 郡守大人是谁 你们县老爷 在郑大人面前 不过是个小班 就算你们县老爷见了我 也要敬我三分 我问你 你打了我的人 这事该怎么办 陈前 我劝你不要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奉证大人之命 来买你豆腐药水配方 给你一百两银子 你把配方给我 那个郡城来得流重 还没嘎吧 还没有嘎呢 今天日子正合适 嘎了吧 啥 刘仲 平原郡刘家的家主刘仲 呵呵 诸位来得正好 我们村里前日 来了一伙土匪 极其嚣张 在我们村打家劫舍 为非作歹 幸好被我们给抓住了 等下就到村外 嘎了这伙贼人 你们也一起去看看吧 卫师爷 我是刘仲 我是刘仲啊 救救我 这些家不要嘎我 快救救我啊 对方竟然真敢打人 而且嘎的还是刘家家主 卫师爷 你打了我的人 这事该怎么办呢 我 我错了 我赔钱给你 只是赔钱 就想了事吗 银子 我有的是 你 你还想怎样 我要你百倍奉还 要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他们也打了吧 你不要过来 来者何人 站 相公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陛下 那师徒四人又来了 此时正合公子 在咱们工房参观了 周围都探查清楚了吗 陛下请放心 今早我就探查了 村里村外五里范围内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陛下 您要不要接触一下 当然 天赐良机 怎可错过 原来豆腐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豆腐 该不会也是陈小兄弟发明的吧 是的 当初刚娶了老婆 没钱还债 这才搞点小发明 赚点小钱 陈兄弟 您那药水配方可否出售 马兄如果想买 在下一定把最大的优惠 给到马兄 只要一百万两银子 啊 要一百万两 这已经是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不信的话 我可以给你算一算 我信 我信 但这一百万两 实在是太多了 马兄 其实除了买下药水配方之外 我这倒是 还有一个更好的生意 也更适合马兄 哦 杨兄弟说说看 和造纸生意一样 我可以低价 把药水配方 卖给马兄 马兄你人卖广 生意做得大 这是你的优势 而我虽然有药水 但想要把这种药水 在短时间内卖到整个大钱 对我来说也很难 只要咱们一起合作 来卖这个药水 正好取长虎短 把药水生意做到整个大钱 如此一来 你也能从中赚到丰厚的利润 陈谦兄弟 我对你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了 就看在你这个人的份上 这生意哪怕赔钱我都会做 只是我这次出来的匆忙 没有太多准备 所以这药水的生意 后续我还是派人来和小兄弟对接 好说好说 而就在这时 李玉瑶来了 夫君 午饭已经好了 一 孔老先生 楚将军 于大人 你们竟然来了 好久不见 这边这位一定是江南首驸马先生了吧 娘子 你认识他们 是啊 夫君难道还不认识吗 这位孔先生 乃是当今世上圣贤唯一的后人 天下礼 法 兵 儒 四大学派之首 而这位楚将军 乃是镇守北京的镇威将军 天下第一猛将 统率三十万大军抵御北京外族 带兵二十三年 从不过问朝政 甚至不效忠皇室 只忠于大前 保一方百姓 守一方黎民 这位于大人 乃是昔日的中书左仆叶 也就是当朝宰相 天下门人无数 不过听说于大人前不久 因为燕王叛乱 已经辞官归隐了 至于马先生 则是江南第一首富 也是大前首富 传闻家有银子千万两 比国库的银子还多 说一句富可敌国毫不过分 这几人竟然来到这么大 辞官的宰相 北京的将军 大前的首富 以及他们的老师 父军 我和孔老先生 以及他这几位高徒 都是认识的 想不到我流落至此 竟还有见面的机会 我想单独和他们聊聊 不知可否 去吧 当然可以 陛下 竟然真的是您 于大人不必拘礼 我已经不是皇帝了 不 在神行中 您就是陛下 陛下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说实话 从前确实有夺回皇位的执念 而来到这里之后 我见识到了太多 也学到了很多 陈前你们都已经认识了吧 你们看我这个夫君如何 娘子怎么会 与这几个大人物认知 聊了这么久了 到底说些啥 老夫行走天下多年 从未遇到过如此大财 发明的水车 乃是可传万代的奇物 革新的造纸术 更是立国立民 经商一道陈公子 也是一把好手 在下非常亲爱 假以食日 我这个首富的虚拟 很快就要退位让行了 诸位既然都认可陈前的才能 那么如此才学 可当皇帝逢 诸位莫及 听我慢慢说来 在他们聊了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 终于说完的话 而恐秋师徒四人 竟是直接离开了 娘子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 刚登基三天 就被燕王谋反篡位的女皇帝 你猜呢 娘子 被我吓到了吧 我跟你开玩笑呢 夫君 我和孔老先生说了 让他们带你一起去隋州 娘子 我已经和孔老先生 以及他的那几个徒弟说过了 他们自己就能解决这件事 不需要我去的 我知道 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你不能错过 什么机会 自然是结交他们师徒四人的机会 他们都不简单 跟着他们可以学到很多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我不去 其实还有一件事 这便关系着孔老先生身上的一个大秘密 如果他有意要收你做官门弟子 这对你来说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什么秘密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只要你成了孔老先生的官门弟子 就很有可能会知道那个秘密 我对那个秘密没兴趣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这有一封至关重要的信 旁人我都信不过 我需要你帮我把它送到隋州 牵手交到一个人的手上 所以我一定要去是吗 一定 好吧好吧 既然娘子这么想让我去 那我去就是了 那两封信一定要收好 不要弄丢 再送出去 之前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有一封等你到了 隋州再看 到时候你该怎么做 把信交给谁 我都写在信里了 那我能不能看 不能 绝对不能 这封信关系重大 你千万不能看 给你的那封信 也必须要到了隋州才能看 这是为了你好 好吧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一路小心 保重身体 路上轻衣会保护你的 我等你回来 中午时分 大队人马就已经来到了江河县城 陈前顺道去看看三姐 五妹 六妹他们怎么样 东家 夫人出事了 您快去救救五夫人吧 她被茫园外骗到了八阵楼 是我没用 我没能保护好夫人 你快去城外叫人 从西边出城 一路往西 你不要过来 我想过 她不会放过你的 你说的 就是那个胆大包天的陈前吧 不过小娘子 你以为这江河县 还在她的掌棚之中吧 莫说她陈前不在这 就算在这 她也保不了你 陈前她惹上了惹不起的人 现在就连她自己也是死路一条 来者何人 站住 看你还有几分资色 不如跟我做起 往某人保你吃香喝辣 穿不完的绫罗绸缎 小不尽的荣华妇 相公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用怕 我来了 什么人 来人了 把这人给我轰出去 是你 陈前 轻衣 不能嘎我 放过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我不感兴趣 这个秘密与你有关 有人正在联合多方势力准备对付 不仅要打了你 而且还要图了你的村子 继续说 你能答应放过我吗 只要你说的情报有价值 我可以放了你 君子一言 刺马难追 事无知限 这段时间她从外地找来两伙狐狐 并联合了江河县内 集合小狐狐 凑了二百人马 打算明日就进攻靠山村 她想抓你的火口 其他人全部嘎掉 这么隐秘的事 当她联络过其中一伙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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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要对我赶尽杀绝 张平 你当你是谁 给脸不要脸 大老爷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你应该感激大老爷才对 可你偏偏不知好歹 被那个陈钱灌了什么迷魂汤 还敢跟大老爷作对 呸 要敢就敢 哪来那么多废话 大老爷让我好好教训教训 让你知道 这江河县究竟谁才是天 你别高兴得太早 陈钱迟早会收拾你们的 之前老子救他压的 看你不顺眼 跟着你办差 兄弟们收点好处你却不让 看看人家的头 带着自己的兄弟吃香喝辣赚大钱 而我们跟着你天天装清高 就在这时 牢房外面竟是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故事 好似很多人正在快步走来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 兄弟我来晚了 让你受苦了 爵爷 我就知道您会来救我的 以后不要再叫我爵爷了 叫老大 是老大 陈钱 你是要造反吗 你要敢把他带出去 你就是死路一条 呵呵 是无知限 让我来提人的 怎么能叫造反啊 什么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我忘了 我还没有去找 无知限拿手令 别急 我这就去找他 陈钱 我警告你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等哪一天你落到我的手上 到时候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是个喜欢讲道理的人 从来不喜欢嘎人 可你都这么威胁我了 我要不嘎你 岂不是很没面子 嘎了吧 是他一个 还是全部 就嘎那个 想要报复我的吧 剩下的人 稍后依法惩处 现在跟我嘎人去 东家 咱们现在去哪 当然是去找无知限了 这是咋了 今天街上咋这么多人呢 你还不知道吗 那个豆腐 绝业又来了 听说有人欺压百姓 他又来嘎贪官了 就是那个灭了周家和赵家的绝业吗 太好了 是啊 前几天听说他被大老爷逼走 我还以为这江河县又要和以前一样了呢 诸位 相信大家也不愿意被那个刁民骑在脖子上 那姓陈旦敢对周坑和赵德义他们下手 就说明他也不会把咱们放在眼里 如果咱们不提前下手干掉他 恐怕咱们以后也要不周家和赵家的后尘了 如今有无知限出面 联合了多方势力 陈前他必死无疑 对付陈前不是哪一家的事 他是咱们共同的敌人 吴大人决定明日血洗靠山村 别怪我丑话说在前头 到时候若哪家不肯出力 以后浙江河县将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郑兄说的没错 陈前此人野心甚大 他若活着就没有咱们的好日子 我们张家愿意出十个人 去血洗靠山村 我们李家也愿意出十个人 很好 听说那个陈前还有十个老婆 各个美若天仙 到时候这些美人倒是可以留下活口 我乃郑家家主 你们是谁 怎敢如此无礼 宝贝队奉命行事 跟我们走吧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们竟敢私闯民宅 还有没有王法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我带你们走 大胆 你们要干什么 想逼迫我等不成 我若不跟儿等走呢 东家有令 不从者 格杀勿论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这么 一言不合就嘎人 总是比土匪 还要狠辣 全部带走 谁也怎么来了 你庄园里的土匪 有多少人 都有什么武器 都住在哪个房间 还有哪些没到的 我要你一字不漏 毫无隐瞒地说出来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不喜欢嘎人 而且只要你 还有利用价值 我就可以 暂时留着你的命 但如果要让我知道 你敢隐瞒一个字 我保证你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说 我说 呵呵 你还真是个好父母官啊 勾结土匪 残害自己 管地里的百姓 陈前亲自带人 赶往城郊的儒家庄园 里面一共有 120个土匪 都有武器 咱们虽然人数多 但大多数人 都没打过仗 里面的情况 比较复杂 我打算组一个 50人的强攻队 要敢打敢拼 不怕死的 以迅雷之势 快速击破 大王不好了 有人闯下来了 他喵的是什么人 吃了豹子蛋了 对方有多少人 有50多个 嘎了手们的兄弟 已经闯进院里来了 才50多人 喊上兄弟们 去看看是谁在找死 放箭 爵也 不可再嘎人了 万万不可呀 哦 为何 爵也难道想把天下人 都得罪近吗 或许嘎了他们 对爵也来说一如反掌 可是爵也有没有想过 这些大家族身后的关系 都是旁根错阶的 我知道 你是在为我着想 不想我树敌太多 特别是 俊守这样的人物 但是谁又为这些 可怜的百姓着想 可是爵也就算依法处置他们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的前途 不不不 赵大人 你搞错了 我又不是官 还需要依什么法 爵也 您是要造反吗 好了 赵大人 我意已决 你不必多言 今日有罪之人 必死无疑 那不是郑家的正风吗 这位爵也是要捅破天了 天哪 你们快看 那不是县老爷吗 怎么也被押出来了 这小子还真敢嘎人 你没听周围百姓说吗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陈前倒是无法无天 一介不一竟敢当街嘎人 我倒觉得他嘎得好 民怨废腾 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若再不嘎一嘎这些贪官污吏 江山涉及威仪 这小子性格耿直 但就是太冲动了 巡守的弟弟 可不是他现在能得罪起来 师弟别忘了 陈前身后的人是谁 师兄的意思是 这一切都是女帝的意思 查清楚了 嘎人者就是那个叫陈前呢 这个陈前 到底是什么人 怎敢如此大胆 不管如何 他手里那个配方 必须是我的 魏师爷已去了多日 却是半点消息都没传回来 而这陈前如此大胆 说不定魏师爷已惊 明日你亲自带一队人 前往那个什么什么村 把那村里的刁民 该嘎的嘎 该抓的抓 等他从隋州回来 只能老老实实交出配方 大人 外面来了个叫陈前的 说是想见你 什么 你说来的是谁 他说他叫陈前 让我来给大人通报 还说大人听到他的名字 一定会去嫌他的 他带了多少人 禀大人 他身旁只有一个女人 大人 好机会啊 这陈前既然自投罗王 主动送上门来 咱们直接把他抓了 关到大牢里考问一番 就不信他不说出 药水的配方 你说这个陈前 是个蠢人吗 能发明出豆腐 这等新奇食物 似乎不蠢 他知道我想要他的配方 可他偏偏还赶上门来找我 有点意思啊 那大人要见他吗 见 当然要见 他人都来了 这又是本官的地盘 岂能怕了他了 让他进来吧 等等 就让他一个人进来 对方要让大人出去见他 还说如果大人不出去的话 他就走了 岂有此理 还让本官去见他 府中此刻有多少护卫 五十人 叫上所有人 跟本官一起出去 本官倒要看看 这个陈前有几条命够我嘎的 公子 他真会亲自出来见你吗 当然 我确定 为何 人为财死 鸟为蚀王 抓到我所能给他带来的利益 足以让他铤而走险 如果他就是不出来呢 我都到了他的门前 他如果连出来 见我的底气都没有 那么此人也就不足为虑了 我让你准备的火车子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就在这时 郑荣出来了 郑大人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是专程来给你 送一个大宝贝的 陈前 你这是何意 郑大人 您想要的东西 就在这里面 拿区区一个竹筒 来糊弄本官 郑荣 你作恶多端 恶贯满营 我奉上天之命 引天雷之力劈了你 快跑 公子 您是神仙吗 这世上哪来的神仙 那公子 您是如何引来天雷的 手就那么一指 实在太恐怖了 现在还能出城吗 咱们进来的时候 城门就快关了 现在肯定是出不去的 那就先找家店 休息一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官问你话呢 郑大人和赵大人 是怎么死的 天雷 有天雷 天雷 哪来的天雷 回大人 是一个叫陈前的 他来见郑大人 还说给郑大人 一个什么宝贝 然后他突然手指了一下郑大人 说郑大人作恶多端 他奉上天之命 引天雷劈了郑大人 赵大人 这些护卫所言 都是大差无差 看来真的有天雷出现 难不成真的是有什么高人 来替天行道 以天雷之法批了他 你刚才说 那个施展天雷的 叫什么 他 他叫陈前 陈前 不行 我绝不能和公子分开 两位不用争了 小店只剩一间房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早起去办事 京一姑娘 我们以床中为线 如果晚上 我要是过了这条线 我就是畜生 不必 如果公子过了线 我砍了公子的手便是 我什么都没干 没错 公子你什么都没干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 明镜非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真是好事啊 陈公子竟会作诗 不会 那陈公子这诗句 是一个叫李白的人写的 李白 没听说过 陈公子 这诗可否还有后面的句子 是有的 快快 陈公子快投来听听 后面的我忘了 无非就是些 人生得意虚净欢 末世金尊空退悦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之类的句子 没什么意思 我都不记得了 人生得意虚净欢 末世金尊空退悦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你管这叫没什么意思 如此绝句 必能流传千古 你是何人 小生名白非 买当事见仙 啥 见仙 正是小生 行了行了 不跟你说了 你走吧 第二天城里傍晚是出来 二姐顺道回家 看望自己的父母 相公 我想给她那流石两名字 行吗 石两怎么够 那毕竟是你的父母 我这个当女婿的 第一次上门 又没带什么礼物 就给她们多留些银子 一百两吧 周婉 你这个死丫头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还知道回来 可把咱们家害惨了 相公 这就是我家 我看完了 咱们走吧 等一下 我的女人 我看谁敢欺负她 你谁呀 小子 我不管你是怎么 和我家丫头 搭上的 总之这门婚事 我不同意 除非你能拿出 一两银子的彩礼钱 死丫头 还不赶紧滚过来 老子给你找的 好亲事你好了 还敢往家里 带一带人 丢脸的玩意儿 对不起相公 给你惹麻烦了 不怪你 既然都回来了 那么还是 和他们说清楚的好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一两银子 就能让婉姐嫁人 甚至还不管 对方是什么人 愿不愿意 过得好不好 难道在你们眼里 她就值一两银子 你说那么多都没用 花言巧语 真有本事 你拿出一两银子来啊 没错 说这么多 你只要拿出一两银子 我们就让丫头跟着你 一两银子 对不起 没有那么小的 周家人见到那一钉子 顿时双眼放光 纷纷咽着口水 哎呦 小丸你找了个成龙快婿 你这个丫头 怎么不早说呀 误会 都是误会 大家快进屋吧 这是一百两银子 你们拿去 从此之后我和婉姐 与你们再无瓜葛 你们考山村 真当我们陈家村没人吗 盖房都盖到我们陈家村来了 今天要是不给个解释 我们陈家村和你们没完 诸位少安勿躁 这占地的事 是我们不对 但最近我们东家和老村长都不在 你看过段时间 等我们东家回来 再解决此事如何 不行 那块地 考山村可还用着呢 谁知道你们东家什么时候回来 快看 东家回来了 村长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陈前可是嘎人不眨眼的 大家都还好吗 都好 都好 这是什么情况 我是陈家村的村长陈德勇 你们考山村 占了我们陈家村土地 老头子我早就听说了你的事 你很了不起 但我相信你是个讲道理的人 所以这事你看该怎么办吧 陈老爷子 你放心 这事儿好办 呃 好办 当然 我们考山村 占了你们陈家村的地 确实是我们不对 想要让我们让出 那块地是不可能的 毕竟我们考山村 也是要发展的 什么 你们不让那块地 是的 不仅那块地 我们不让 而且我们的工房区 还会一直向西发展 除了那块空地之外 包括你们整个陈家村 我们也都要了 陈姐 你太过分了 陈村长 既然今天你们都在 不如趁现在 就把千村的事给谈妥了吧 什么 你还要让我们千村 岂有此理 真是欺人太甚 东家 咱们的工房短时间 还见不到陈家村 这千村的事还不急吧 早晚的事 趁现在一并解决了 陈村长 你们整个陈家村 我全都买了 你开个价吧 啥 开价 是啊 你说个数吧 你们刚刚该不会 以为我想分文不花 就把你们赶出陈家村吧 老村长啊 你看我陈前像是 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吗 像太像了 这样吧 陈村长 你一时半会儿 也难以计算出 整个陈家村 究竟该卖多少钱 你担心陈家村人吃亏 我也不会 占你们便宜 不如这样 我用砖瓦房 来换你们陈家村 砖瓦房换陈家村 这怎么换啊 简单 一座换一座 就在我们靠山 新村旁边的项目 你们应该也知道吧 和靠山新村一样 全部都是砖瓦房 这些房子 就全部送给陈家村 陈村长你看 这样你们 也不算吃亏吧 拿你草房换砖瓦房 简直就是占了大便 村长 快答应啊 是啊 以后咱们就能住 大砖瓦房了 村长您还犹豫啥 快答应吧 这新房 当真不要王的钱 当然 我靠山村人皆知 我陈前说话 向来算数 今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陈前答应的事 又怎会抵赖 到时候你们陈家村 也可以并入我靠山村 合并到你们村 那可不行 陈村长或许不知 做我靠山村的人 可是有着诸多好处的 首先 我们靠山村的人 购买我们东家产业里的货物 一律优惠 外面豆腐要四五文一块 而我们靠山村的人买 只要两文钱 外人买只一文一张 我们靠山村一文钱 能买两张 我们靠山村人 与外人最大的不同 还是做工的工钱 外人的工钱 分为五文和十文一天 而我们靠山村人工钱 则是六文和十一文 早就说过 我们靠山村的人 工钱就是比外面多一文 而且 我们靠山村的人 每月还有一次猪肉宴 猪肉宴你们应该知道吧 那是真相啊 哎 陈小先生开出这样的条件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我回去再和村里租老商量一下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就这么办吧 好 细节上的是 您和我们秦村长 商量就行 以后陈家村的人 就是我们靠山村的人 从今天起 靠山村与陈家村 同气连之 不分彼此 陈村长 我刚回来 还未与家人见面 就先不多陪了 告辞 娘子 我回来了 夫君 交代你的事情 都办妥了吗 娘子放心 妥妥的 回家吧 去看看咱们的新家 新家建好了吗 前几日才搬进去的 咱们的新房子里 有十二个卧房 我们姐妹们各自都有一间 卧房的样式 都是根据我们自己 喜欢的风格装饰的 还特意给刘巧云留了一间 为何我没有房间 相公说的哪里话 如今姐妹们 都有了自己的房间 相公每晚 不和妻妾们同眠共枕 难道还要一个人 睡在自己的房间吗 也对啊 我这么多老婆 哪还用得着自己的房间 姐姐 还不带相公上楼 去参观下你的房间呀 相公要去看看吗 走吧 娘子 不如今晚我们 夫君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听了千万不要惊讶 其实 我就是当初你说的那个 登基三天 便被燕王谋反的大前女皇帝 嘿嘿 娘子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谁 床下有人 什么人 是我 是我 相公 九妹 你怎么在这 哥 姐姐 我错了 我不该好奇 你们能不能不要打我 我会保守秘秘的 说吧 为什么藏在这里 哥 我就是好奇 姐 不对 陛下 我绝对不会乱说的 丫头 这里没什么陛下 我还是你们的姐姐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小九 你是个懂事的丫头 但这件事事关重大 娘子的身份 现在还不能让外人知道 不然我们都容易 引来杀身之祸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不如 娘子 可不能乱来啊 想什么呢 在你心里 我就是那么残忍的人吗 连自家姐妹都不放过 我的意思是 既然小九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也算是自己人了 不如 今夜你就把她收了吧 不行不行 为何不行 她还太小了 一旦动工 你就放出低价买房的消息 咱们工人可以不花分文购买 以按揭的方式 东家 陈家村有些人不愿意拆迁换房还打了人 老村长派人来报信 希望咱们出面解决 怎么这还不到两天时间 就有人不愿意了 似乎是他们村的地主在闹事 原来如此 带上点人手 咱们现在就去陈家村 我说带上点人手 你就带这么多 东家 您是说多了还是少了 咱们是去解决一个地主 你这火力都够攻打一个县城了 三万兵马太习惯了 这二百来号人也只能撑得上市一点 就这些吧 出发 大家千万不要被人给懵劝了 陈钱说要用砖瓦房换咱们的土房 你们想想的可能吗 贪小便一吃大亏啊乡亲们 等到时候 他的人把咱们村的房子都给拆了 他再说话不算数 咱们找谁说理去 说得对 我就不信那陈钱能有那么好心 抗争到底绝不拆迁 可是昨天咱村长和陈钱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探好的 而且陈钱那人 我也听说特别讲信用 说话从不实言 他们靠山村的人都很服他 你们呀 还是太年轻了 靠山村虽然现在看起来风光 不信用不了多久 那陈钱骗马的人就带着银子跑了 老村长 滚出来 你告诉我们 到底收没收陈钱的银子 这些人真是眼瞎了 我劳心劳力为了陈家村 他们竟然诬赖我 我何时收了陈钱的银子 爷爷您先别生气 您现在就算是出去解释 无论您现在说什么 他们也都不会信 小月啊 爷爷这辈子最受不得委屈 现在这么多人 往你爷爷身上泼脏水 难道就这么人了 爷爷 咱们现在只需等待 我不是派人去靠山村求人了吗 只要靠山村来了人 一切也就清楚了 可是靠山村如果不管怎么办 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 就算他们来的人 也未必能说服咱们村的这些人 他若来了 就一定能够解决 如果他们不来 我们就真是看错人了 把他们全部给我围起来 陈村长您出来吧 我是陈钱 小陈啊 趁这个机会 你和他们说清楚 我到底收没收你的银子 陈村长何故这么问呢 他们说我收了你的银子 说我与你合起伙来 一起坑他们 我记得当日在靠山村口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如今你们不愿意 信我那便不信 我陈钱所行之事 无需他人去信 来人啊 回去调五千人来 今天我便拆了这陈家村 你们既然不相信我 彼此没了信任 那我只管做我呢 我看你们能奈我何 老村长 您帮我们说出话吧 这要是把房子拆了 我们住哪啊 陈钱啊 求求你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他们也是被人蒙蔽 我替陈家村的乡亲们 恳求你了 好吧 那就给陈村长一个面子 不过这种事 仅有这一次 下不为例 我陈钱说过的话 向来算数 至于你们信不信 与我何干 这次你们村长 为你们求情 我也看在老村长 这么大年纪 还在为你们劳心劳力 一片赤城的份上 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再建好新房子 之前陈家村 我就不拆了 东家 一周带回来的三万民兵 怎么安顿啊 三万人用来做士兵 太多了 咱们根本用不到 所以必须要精简 实行精兵政策 东家打算精简多少 一半吗 一半也还是太多 我打算只留一千士兵 只留一千 这 这也太少了吧 你有没有想过 要这么多兵 做什么呢 咱们保卫队 再加上这一千 可保整个江河县无忧 可是东家 剩下的那些人怎么办 剩下的人 自然也是有用处的 现在咱们 要大规模搞建设 就需要用人 而且是越多越好 别说这两三万人 就算再来两三万 也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咱们这小小的靠山村 不过几百人口 哪怕是要发展 谈何用得上数万人 咱们建筑队 接下来 有一个大计划 啥大计划 我准备盖房子 搞开发 先盖三万座房子 盖那么多房子干啥呀 当然是住了 以后咱们再盖房子 全部都是砖瓦房 那些泥草房 土坯房从今往后 在咱们靠山村 就全部淘汰了 可是三万座房子 咱这地方也不够啊 所以我说 咱们有个大计划 这第一步就是拆迁 我计算过了 加上周围的几个村子 盖三万座房子 绰绰有余 这还只是 现阶段的基本规划 按照东家的想法 是要把这些村子 和这三万座房子 都并到靠山村来 也就是说 咱靠山村以后 有三万座货 这次工程就命名为 靠山新村二期工程 这次施工量大 所以建设之前 一定要做好详细规划 我先给你简单 设计一个街道的结构 主街道 一定要足够的宽敞 在路的中间 种上花草 称之为绿化带 有了绿化带 就可以把路 分割成左右两边 以后 在咱们村走路 都需要走右侧 开建 改房 修路 搞生产 这些全都需要大量人手 现在看来 两万多人还真不算多 村里的路就先这样 咱们再说村外的路 这次咱们要把路 修到江河县去 而且全部铺上水泥路 要十丈宽 做成双向八车道 也就是说 左右两侧各能 同时并排跑八辆马车 东家 这么大的工程 可是需要不少银子的 别的咱们说 单单是目前 咱们靠山新村盖好的房子 成本我们已经核算过了 一座五口之家的房子 成本是七辆银子 已经很难再压缩了 那三万座总价 就是二十一万辆银子 所以东家 咱真盖得起吗 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只要有了人力 那些水泥 砖石 土木 等等建材 就全都有了 这两万多人的工程队 最多只需要 半年就能建设完成 而我要付出的 便只是三万人 半年的工钱而已 想个办法 先把银子捞到手 工程一旦动工 你就放出低价买房的消息 咱们工人 可以不花分文购买 以按揭的方式 卖出去一座房子 不算利息 至少也能赚三两银子 若是算上利息的话 这个生意就更能做了 赵大人 您此时前来 所谓何事呀 绝也 名人不说暗话 您是不是打算要反了 如果我反了 赵大人 做何打算 要来我靠山村平叛吗 误会 误会 绝也莫要误会 在下绝无辞意 前两日 陈前带兵三万 过境江河县 全县接近 而赵康氏的聪明人 过来探风向 绝也 事不相瞒 只见毋庸之死 郡守正龙暴毙 您闹出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在下地将被绝也 马首是瞻 而倘若绝也 没有那个心词的话 在下可就不敢再套 这套浑水了 只愿及早词官回家 远离着是非之地 赵大人尽管放心 为我做事 陈前自然会保你无余 如今江河县 就交给赵大人打理 未来整个平原郡 甚至整个江州 都会成为赵大人治下之地 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这个人不喜欢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什么是引力啊 我小的时候 坐在一棵苹果树下 有一日突然有一棵苹果 从树上掉下来 砸到我的头上 大家可还记得 我曾经说过的 那个全民持股计划骂 可这又与扩产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管理上 为什么会有难度 主要就是对普通工人 来说工房发展的好坏 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给我干活 也只是为了拿工钱 因此工人们 不会有太多责任心 可一旦转变关系 让每一个工人 都成为工房的股东 而拥有工房的股份 不仅可以每年享受分红 还能将这些股份 一直传承下去 成为留给子孙后代的 一笔财富 你们想想 大家会不会 真心守护着工房 守护着他们自己的事业 众人心中暗息 一旦成为股东 那便是自己的基业 而且工钱翻倍 是自己甘愿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这个人不喜欢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虽然有的工房 暂时还不能创造利润 但贡献却未必 比能创造利润的小 我们也不需要去计较 哪个工房赚得多 哪个工房赚得少 为了公平起见 再做诸位的股份评分 那我们要花多少盐子 才能买下这些股份啊 按照正常的价值 买下1%股份 至少需要3000两银子 但是你们不用担心 我可以把股份奖励给大家 大家都是跟我 一路打拼过来的元老 对工房的发展 和建设贡献很大 因此这次分股 我分文不收 从今往后大火 也就是豆腐方 和造纸方的东价了 现在再扩产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们造纸方大降价 活力多修 市场需求量俱增 再加上印刷方的开工 纸张的需求量 还会进一步加大 所以造纸方的增产 是重中之重 东家您就说吧 增产多少 我老照保证办的 我知道现在工房区 已经接近饱和了 纵然拆了陈家村 也见不了多少工房 所以我决定 开辟工房二区 规模要达到 如今工房区的100倍 也是下一阶段 我们新工房的聚集地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铁能扩产下一步 咱就修铁路 东家 这铁路莫非是用铁来铺路 那也太真实了吧 当然不是 铁路准确来说 就是铁轨 算了 现在和你们说 你们也不明白 孔老先生 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只要我陈前 能方的上网 必然义不容辞 是这样的 今年南方水患严重 每年暮秋之际 大水都会退去 可今年暴雨连绵 时至现在 很多地方的大水还没有退 而那些被水淹没的农田 必然颗粒如收 特别是雍州和隋州绝收 又逢战乱 百姓无良过冬 这个冬天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啊 孔老先生 需要我陈前做什么 但说无妨 说来惭愧 老朽走投无路 无奈之下 只能来求陈先生 早听闻小先生体虚百姓 且生财有道 老朽特来厚着老脸 找陈先生借钱赈灾 没问题 孔老先生打算借多少 陈先生 这可是赈灾银钱 老朽年迈清贫 这钱借给老朽 恐怕就还不上了 老先生莫要再说了 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就算拥有金山银山 花钱就要花的有意义 能够救人对我来说 就是最有意义的 好 那老朽就直说了 这次赈灾 老朽要借银子二十万两 二十万两 孔老先生这应该是你 精打细算后的数目吧 赈灾不是小事 事关性命 所以精打细算怎么行 能多花些银子 哪怕多救一人 也是值得的 我借你四十万两 咱给赈灾提提速 陈先生大意 老朽这就提灾区的百姓 先借过小陈先生 不过老朽还有三个问题考验 小先生要不要试试 若能通过这三个考验 老朽便送小先生一进一屋 并告诉小先生 一个天大的秘密 好吧 老先生还有什么考教 晚辈很感兴趣 老朽这第一个问题 便是问小先生 咱们这个世界的尽头是什么 世界没有尽头 咱们脚下的大地是个圆球 所以无论我们 往哪个方向走 只要一直走下去 早晚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哦 没有尽头 此话和解 世界没有尽头 答案确实是对的 但世界是原的 意味和解 这当中的奥秘 其实老朽也没参悟头啊 很简单 老先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长河宽 都有一万丈的巨大圆球上面 看向四周 会是什么感觉 你能感觉到 脚下站着的位置是最高的 四周则越来越低 但这个圆球 若是十万丈 百万丈 甚至十万里 百万里呢 我明白了 只要当这个圆球足够的大 身处当中的我们 是无法感知到坡度的 我们能感觉到的大地便是平的 原来如此啊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被一种叫做引力的力量束缚 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我们跳起来 很快就会落到地面 这就是因为大地的引力 给我们拉了回去 什么是引力啊 小陈先生是如何看过法则的本质 我小的时候坐在一棵苹果树下 有一日突然有一棵苹果 从树上掉下来 砸到我的头上 不说这个了 老先生请继续出题吧 第二个问题 小先生可知天上的日月本质是什么 天上日月的本质是一颗星球 和我们脚下的地球类似 月亮是一颗卫星 而太阳是一颗恒星 小先生你快跟我说说 何为卫星何为恒星 卫星就是围绕着我们地球转动的星球 而恒星则是这一个星系的中心 我们的地球便是围绕着太阳来运转 妙啊妙啊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可我还用一时想法明白 既然太阳月亮甚至就连我们脚下的世界 都是一颗巨大的星球 它们想必是极重的 那么它们为何不会坠落下去 或者碰撞到一起 为何还能好端端的飘在天上 这事儿解释起来也很复杂 简单来说还是引力 我刚刚说过巨大的物体 往往引力也非常巨大 比如我们看到的太阳 它的引力比我们脚下的地球还要更大 所以我们的地球被它的引力束缚住 就像拴着一条看不见的绳子 这最后一题 请问天上的星星是什么 天上的星星也是星球 恭喜小神先生 老朽的三个问题全都答对了 你通过了三个考验 从今天起 你便是昆仑门的掌门人 这是掌门信物 昆仑 那座传说中的神山 陈先生学识无双 老朽着实钦佩 从今往后 先生万万不要再称老朽为先生了 老朽实在愧不敢当啊 老朽还有个不情之情 想要派先生为师 还请先生收留 您是老前辈 这万万不可啊 先生莫了谦虚 大者为师 空过一把年纪不知理 不懂意的人大有人在 难道谁年纪大谁 就能够老师吗 先生学识远胜于我 老朽是真心想要跟随先生学习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孔老先生 您慢走 此时人群中一位老人说话 陈先生 老头子有一事想请求你 老人家 您有什么困难请说 眼前这个朝自己走来的老人 陈前却觉得哪里有些对劲 却一时想不起 究竟是哪里不对 公子小心 陈前只觉得 富过一阵男人的距离 随即整个人 光当一下倒在了地上 众人顿时感到惊讶 他已经死了 你胡说 你是坏人 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不是白飞蛮吗 小生从不说谎 不信试试他的呼吸 他那么好的人 你为什么要嘎他 我嘎了你 慢着 现在嘎他也没有用 而且这老头若是死了 你们还怎么查不过非手 你该不会真以为 是这老头想嘎他吗 嘎了我吧 我不是人 我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你们快嘎了我 想要救他 其实小生有个办法 陈小先生还能救得活 老朽可以救他 你们真有办法吗 只要能救活陈前 你们想要什么 就给你们什么 这是我师门传下来的还魂丹 虽然不能生死人肉白骨 但危急之下 也能救命 巧了 小生这里的丹药 也叫还魂丹 也是师门传下来的 也有救命之神效 老朽这个丹药 却被师门所传 老朽又决心 要拜小先生为师 又怎么会害他们 此刻李玉瑶在想 可能一刻能救人 而另一刻能 这会不会就是魂丘安排的 他师门的考验 究竟有什么目的 哎呀 还想什么 救人要紧啊 慢着 夫人 想必您也看出 这老头子广怪了吗 他拿出来的丹药 您真的敢用吗 老朽是绝不会害陈先生的 小生也不会 李玉瑶这辈子 都没有如此纠结 如此难以抉择过 你要干什么 不能乱来 然而轻衣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等他喊出声时 两颗丹药 都被他放进了 陈前的嘴中 姐姐 如果是公子的话 他会怎么选 他也会全都要 轻衣 你做得对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奇奇地落在 陈前身上 场面鸦雀不生 难道我还没死 但这怎么可能 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 此时陈前的意识 一片混乱 甚至他朦胧地 听到了一些声 求求你们了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我们只是谈恋爱而已 还没结婚 他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都已经给他 花好几千块了 还想让我拿钱 喂喂喂 一血口喷人 他死不死 不关我的事 我是要八十万彩礼 可也没让他卖命了 是他自己愿意 拼命挣钱的 现在出了事找我 你们神经病了 治不起关我什么事 治不起就把管子呗 他没爹没娘的 这么大个 不死不活的窟窿 谁能跟他耗得起 不跟你们扯了 走了 这二百块钱 就当给乞丐了 以后别来找我 他听出这个声音 正是自己上辈子 的温戏 难道说 我穿越回来了 那大钱那边的 产业怎么办 我的十个老作怎么办 你们快来看 他好像睁眼了 我是在做梦吗 太好了 小狗你终于醒了 大家都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们都没事 你真是吓死我们了 娘子 把孔秋叫来 那个刺杀我的老人 老先生怎么看 那人像是被人利用 老朽见的神情痛苦 自有悔恨之意 不过无论如何 也不是刺杀先生的理由 这次请老先生过来 便是为了考验之事 哎 一直以来 从没有人能够通过 师门的考验 因此 师门这个秘密 就理应交给先生 来保管了 这个盒子里装的 就是我们昆仑门的质宝 传门能够沟通天地 号令阴阳的神器 但盒子的钥匙 藏在咱们的门派 禁地地宫之中 孔先生 既然掌管着这盒子 就没想过 要打开看看吗 师门自古并命令 除了能通过 三个考验的人之外 哪怕是掌管 这些东西的昆仑掌门 也不可以擅自 打开这个盒子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孔先生 如今这个盒子 就是我的了吧 是不是我想 如何处置都行 这是自然 老朽没猜错的话 先生是想用蛮力 打开这个盒子吧 是的 我想砸开它 没用的 打不开 孔老先生 盒子就先不管它 咱们接着说 昆仑门的那个秘密吧 秘密只有一句话 掌控世界的力量 在龙脉的尽头 昆仑门找了数百年都没找到 我们就算知道这个秘密 也没有用 其实我知道龙脉在哪 什么 你真的知道龙脉在什么地方 是的 是勇王找到的龙脉 告诉了我 刺杀你的事 会不会是孔秋干的 不太像 我感觉这只是一个巧合 那白飞呢 金一说 这人似乎不简单 和他应该也没有关系 我感觉他们 是有其他的目的 但并不是想要害我 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和孔老先生谈好了 以后留在村里 帮我搞教育 至于那个白飞 也不用管他 他爱干啥就干啥吧 好 就听你的 你影响了太多人的利益 回头我让青衣专门给你 培养一批轻卫队 眼下咱们得先找出幕后黑手 想要找到 这个幕后之人 其实也不难 自杀你的人已经给嘎了 线索全部断掉 怎么找 两个办法 一是向外宣布 我已经死了 这样一来 无论是这场自杀的幕后主使 还是其他仇敌 都会趁机跳出来 对啊 他们害你也是惧怕你 只要他们得知你不在了 就会出来找麻烦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 第二个办法就更简单了 我们尽快拿下整个大钱 此事为何 只要咱们用雷霆手段 解决掉所有挡在咱们面前的敌人 那么还需要在乎 谁是幕后主使吗 听说了没 那个靠山村的陈先生被杆了 哎呀 多好个人哪 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老爷 陈钱死了 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消息是从靠山村传来的 坊间都在传呢 哈哈 太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完成了 那老头的家人就咋了吧 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不能漏出任何破绽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去吧 事情做得干净点 对了 立刻去备叫 老爷我要出去一趟 去靠山村吗 你懂什么 在去靠山村之前 自然还要拜见一下那位二公子 你做的事 二公子已经知道了 公子说你办得很好 奴才感谢二公子赞赏 这平原军手的位子 已经空缺了许久 二公子赏赐给你 是让你好好做事的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你明白吧 事事事小得明白 第二天陈百里 便带着几百号人 出现在了靠山村外 对方果然自己跳出来了 还是有些不对劲 夫君难道以为 不是这陈百里干的 不 这个时候 谁最先跳出来 谁的嫌疑就最大 可他明知道 靠山村没那么好拿下 可如今光明正大带兵过来 难道他现在就有把握了吗 所以我感觉 他应该还有后手 后手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做好防御 他要打便陪他打 只是这次 如果真的动了手 那么拿下平原郡 就不能拖了 东家 陈百里带着几个人进村了 他把大军留在了村外 这个老头子 又在耍什么阴谋 既然敢自己进村 就说明他还有底牌 管他什么阴谋诡计 抓起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先不急 他既然到了咱们的地盘上 咱们随时抓人都不迟 就先让他蹦打蹦打 看看他们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东家 陈百里没有来咱家 而是找了一些村中的老人 拿着一本族谱 自称是陈家族长 原来是想继承我的遗产 真是好算计 好阴谋啊 这是确实难办了 我要执意嘎他呢 若是嘎了族长 等同于七师灭族 乃十恶之首 将会遭受天下人的唾弃 以后世世代代都抬不起头来 娘子 我先不出面了 你去处理 什么族长 我陈前不认识他 乡亲们 陈氏族老们 俗话说得好 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不可一日无君 如今陈先生遇死重伤 生死未至 我陈家族人 就应该团结起来 替陈先生管理家族中的这些产业 以此稳定大局 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陈家的产业 落入外人之手啊 小生陈老不才 自是年心无能 虽有心却无力 无法负重 故此推荐新人的平原俊修 陈百里老爷子出来主持大学 老夫担心 有人趁机报复靠山村 报复陈家 所以这次前来 特意带了八千官兵 让他们留在村外 震慑笑笑 只要有我陈百里在 就没人敢欺负你们 老夫倒要看看 谁敢趁我孙儿重伤之际 来靠山村闹事 谋夺我城市家财 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相公对他们那么好 现在竟然趁相公受伤来欺负我们 让我带一队人出去 我要嘎光他们 你不要冲动 他们都是被人蛊惑了 如果你现在嘎了他们 以后村子里的人心也就散了 要不咱们还是把相公请出来吧 夫君已经把这件事交给了我 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做到 但也要试一试 而且这件事 相公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 所谓知人之面不知心 人心险恶 平日里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相公就想趁这个机会 看看每一个人 他们真正的内心 你们在做什么 你这夫人可是陈前妻妾 我乃陈氏族长 也是陈前的三爷爷 你既已嫁入陈家 见到老夫还不束缚拜见 你们来这里是 祈祷我夫君平安的 还是要诅咒我夫君早点死的 我们当然是盼着东家早日康复啊 我们怎么可能会诅咒东家呢 真若如此的话 为何我夫君没死 你们就伙同外人 霸占我夫君家产 你们究竟是何居心 夫人 您这话不对 他们都是陈氏族人 怎么会是外人呢 你说他们不是外人 那你可认识他们 今日之前 你可见过他们 他说是陈氏族长 就一定是了吗 你们可曾看了族谱 天下性陈者比比皆是 你们真的确定 他们就是我夫君的族亲 众人又是一乐 似乎说得有些道理 还有这哪里来的老杂毛 敢来我陈家大门前撒野 还敢招摇撞骗 报名顶替陈氏族长 我看你就是个江湖骗子 对啊 咱们都不认识他 谁知道他到底 是不是陈家的族长 诸位 咱们切莫被他给骗了 老夫乃平原郡守 有官名担保 怎么会骗人 再说 老夫手上不仅有族谱 他有人证 请证人上来 赵管事 我相信你也不希望 你们东家的财产 被这些恶毒富人霸占去吧 现在 当着父老乡亲的面 把你知道的真相说出来了 我可以作证 几位夫人都找过我 偷杖上的银子 还威胁我 不让我说出去 现在东家性命垂危 我们绝不能让这些毒富人 把东家的财产霸占了去 保卫队何在 我以陈氏族长的身份命令 将这些毒富抓起来 无论东家还是夫人 都是主家 我们保卫队的职责 就是保卫主家 哪有下人掺和主家知识的道理 我们保卫队 除了东家 任何人说话都不好说 看老夫不打死你 这个恶毒富人 我看谁敢 娘子 剩下的事交给我好了 我来处理 我是真的不明白 你一个有钱有势的豪门组长 好好活着一样天年不好吗 为何来招惹我呢 你 你想干什么 在踏进靠山村之前 你就应该知道 我会干什么啊 怎么 难道你以为 你有陈氏族长的这个身份 我就不敢杀你 陈前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想天下人都知道 你大逆不到的恶名吗 我陈前向来 说道做道 平原俊守 我已经杀一个了 不差多你一个 陈前 你不能杀我 你知道二公子吗 我是二公子的人 你要是敢动我 二公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在下阳奥 乃是二公子门客 此事就到此为止 二公子也不会怪你 你是没有听听 我刚才说的话吗 我说 我要杀他 今天就是耶稣来了 也拦不住 还有我不杀你 留你一命 你回去转告给 那个什么二公子 让他洗干净 脖子等着 东家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您就饶了我吧 你是最早 那批跟着我的人 过去那么苦的日子 大家都手把手 一点点地打拼过来了 人怎么会变呢 如今你们应该都不缺钱吧 东家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借给你钱 给你工作 给你发奖金 还给你股份 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你呢 趁我不在 与外人勾结 你回去吧 给你个体面自我了断 现在靠山新村 三期工程开启 首付降至两成 最多可以分期三十年 也就是说 只要有二两银子 就能住进最新的砖码房 工程预计 能有一千套房源 预购从速 后来者无 三期工程 可是至少筹建一万座房子 他偏说只有一千套 相公 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那个二公子 比我们想象的势力还要更大 他爹是力部尚书史郡 前几年就控制了 几乎江南江北的 所有草运生意 并垄断了整个大钱的食盐产业 什么 盐业竟然不在 官府手上 怎么了 夫君 你先接着说吧 他垄断着这个世界上 最赚钱的几个行业 因此 他有很多钱资助武林门派 甚至一些很有势力的山匪 此外 他还有自己的精锐司君 传闻战力强大 相公刚才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早知道 这盐业在私人手里 这生意 我哪能错过 什么 夫君想要卖盐 可盐业一卖 现在都被史文采控制着 咱们刚和他结怨 他又怎么可能和咱们做生意呢 娘子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跟他做生意 我的意思是 咱们自己卖盐 可是盐从哪里来呢 咱们自己制盐呗 夫君 想要制盐 就要控制适合晒盐的海滩 而如今那些盐厂 应该都被史文采控制了 我们又上哪去寻找 适合晒盐的海滩呢 谁说我要晒海盐了 不晒海盐还能怎么制盐 不过我听说 西部有胡盐 我说的也不是胡盐 那还能是什么 你该不会是要制矿盐吧 那东西有毒 吃多了是会要命的 我有方法 可将矿盐提纯 不仅食用无毒 而且品质 比现如今市面上 能买到最好的盐还要更好 所以咱们下一步 就是做盐的生意吗 赚钱的同时 顺便打击那个史文采 制盐这个还不挤 我打算等商好后 先去一趟永州 公子 杨傲虽然愚蠢 但他毕竟是您的人 杨傲在报出您的名号后 那陈钱竟然还将杨傲打伤 这时咱们不能这么算了 你在教我做事 小人不敢 丢人现眼的东西 那个陈钱就交给你了 给你三天时间 我要见到他头上带的那顿草 是 小得明白 姐姐 有人要刺杀公子 那说的可是前些天发生的那次吗 不是那次 是昨天的消息 有人花钱正在网罗江湖上的高手 准备谋划一场对公子的刺杀 而且这次来头可能不小 有很多钱又有人脉 能请动很多江湖高手 再加上最近结过死仇的人 应该就只有那个史家的二公子了 你去叫保卫队加强防守 多准备些手榴弹 我去告诉相公 然而 随着一个信号 东家 出事了 村民和工坊里的工匠 遭受到了袭击 现在还看不出对方的目的 但涛哥说 肯定还是冲着先生来的 涛哥让我带五百人来保护 而且无论发生什么 一定都不能让先生出去 放心我不会出去 这次没那么简单 对方费了这么大的心思 不可能只是为了搞破坏来的 一定还有别的目的 事情已经成了 我们可以走了 这就成了 陈前已经被嘎了吗 还没有 但已经快了 黄先生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们这次派出的都是江湖顶尖高手 各个社会绝技 以陈前的大院防御严密程度 哪怕是咱们请的那些高手 也根本不可能靠近院墙 就会被保卫队发现 他们还怎么进去嘎尘前 其实很简单 我让其中几人在村中制造混乱 引诱保卫队救援 这样保卫队必然会冲兵 然后你猜 他们会发现什么 保卫队可没这么愚蠢 他们会发现这是有人故意在制造混乱 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 仅仅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步 而我真正的目的是 让咱们的人趁机混在保卫队中 便是唯一能靠近陈前大院的机会 妙啊 太精妙了 黄先生果然至谋无双 在下佩服 小双 你现在立刻把带来的人撤走 什么撤走 先生为什么要 咱们恐怕是中计了 对方要杆我 而想要接近这里的唯一办法 就是混在保卫队中 这 这不可能吧 我也希望事情没有想得那么糟 但如果对方真的是这般布局 那么现在我们都已经危险了 所以你立刻把带来的这些人 带离这里 然后仔细审查每一个人 明白 我现在就去 可是唯恐一晚 十几名黑衣人 正是斩骑工越过高桥 朝院中而来 院内的保卫队肯定不是他们的遁守 我冲过去放下吊桥 把外面的兄弟放进来 不行 我们不知道 外面还有没有更多的杀手 不能再冒险了 这些杀手武功如何 你们比起谁强谁弱 公子 武功很难在短时间看出强弱 不过和他们比应该相差不大 尽量救人 一定要小心 安全第一 如果事不可为 保命要紧 先生 现在怎么办 院子里的弟兄们 已经快点不住了 走住门口 今天必须要嘎了他们 一个都不能留 要是给他们逃了 再想找到他们 就难了 娘子 这里交给你了 我去去就来 夫人 已经守不住了 你们快撤吧 就在这时晨前出来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 由于接下来的画面会不过时 所以各位请自行脑补噗噗噗噗噗的画面 此次保卫战役中 牺牲13人 重伤昏迷7人 轻伤11人 这一次损失太大了 把人全都集合起来 咱们去报仇 现在吗 就是现在 我等不及明天 他们的仇 咱们必须要报 我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们保卫队 不可惹 不可击 惹我者嘎吱 击我者亦嘎吱 一个不留 今晚我们就去嘎了策划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当朝后部尚书之子 只加二公子史文彩 二公子大事不好了 南侧院墙被天雷击中 踏了大片 二公子 北院墙被雷劈了 有人闯进来了 二公子 西侧院墙遭遇雷击 损失不明 二公子 东边 东边的墙塌了 官叔 你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全速前进 目标300站 比最快的速度 杀过去 来者何人 大军赶路 先砸人等战开 东家 有敌人 看样子是个高手 来得正好啊 既然来了 就把他留下 按照原计划灭了他 第一大队 第二大队准备迎敌 第三大队左侧包抄 第四大队右侧包抄 请我命令 弓弩准备 拿来的军队 主将上来答话 放弃 告诉大家 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赶等在咱们保卫队面前 便让他灰飞烟灭 二公子 小人敢用脑袋保证 陈浅必死无疑 小人的安排天衣无缝 以那些高手的实力 把陈浅绰绰有余 呵呵 天衣无缝 你应该求神兵保佑 陈浅真的死了 不然本公子会亲自 摘下你的脑袋 小人可以肯定 窝国来的使者到哪儿啊 今日应该就能到平原郡 居然让本公子 在这鬼地方 等他们许久 等窝国人到了你们 适当教训他们一下 二公子三思啊 老爷说过 一切以大事为重 咱们不能节外生枝 陈浅这事 本就不在计划之中 若是再出乱 你在教我做事 小人不敢 这晴空万里 哪来的雷击啊 你个蠢货 你难道没听说过 上院的平原郡属 是怎么死的 二公子 您的意思是 陈浅 不 这不可能 陈浅他已经被我嘎了 东家说了 不要放过每一村土地 这叫地毯式轰炸 队长 正前方十丈远 发现敌人 数量五十 手榴弹覆盖 工具覆盖 炸药包炮守就位 我们东家说了 往是来嘎史文才的 史文才嘎我靠山村人 我靠山村必叫他 血债血长 我们不想连累无辜 但谁要和我们过不去 格杀勿论 富于顽抗者 死路一条 别嘎我 我投降 我要立功 史文才就在这座房子里 房亭也在 昨晚就是他指挥着人 袭击靠山村的 东家 要不要抓活呢 他们不配当俘虏 炸药包准备 手榴弹准备 立即投放 一顿狂轰乱 整个装腿 几乎已经被异为品 东家 这家伙刚从那边的地道里 钻出来 就被咱们的兄弟给抓到了 很好 记得给兄弟们发奖金 史文才 你还想跑 我们东家神机妙算 你跑得了吗 你就是陈钱 很好 你超出了我的预料 那么你的遗言 说完了吗 陈钱 咱们都是聪明人 就不用卖关子 你应该知道 如果嘎了我 你会付出怎样的贷子 所以 我料定你不敢嘎我 看来到了现在 你似乎都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昨晚我靠山村无辜者 死了数十人 你还认为我不敢嘎你 拿刀来 慢着 陈钱 李掌门是有名的会计 嘎你如同探囊曲 你若嘎了我 李掌门必然不会放门 如果你想与本公子 同归于尽 就尽管来吧 又来个高手 还是旋云派掌门 龙家 我没有信心 在他冲过来之前 将他格杀 昨日有你们旋云派的人 到我靠山村 嘎我们不少兄弟 此乃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我还没去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了 小子莫有狂妄 本尊今日若不嘎你 妄称掌门 让你见识见识我 旋云派的绝妙剑法 呵呵 傻子一个 那就让你见识下 是你的剑块 还是我的子弹块 这一操作在场 所有人都懵了 不要嘎我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动手吧 为兄弟们报仇 东家 刚刚得知史文才 这次来平原郡的目的 是要见一个窝国来的使者 对方今日 会到达平原郡城 具体什么时候 在哪里见面 要谈的什么事情 还不得而知 这对咱们来说 并不重要吧 不 这很重要 听到窝国使者这几个字 陈前就知道 这件事的背后 肯定不简单 高哥 你知道窝国吗 我好像在哪听说过 但又想不起来了 这个窝国 是不是东海外的 一个岛国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没错 就是东边 我在军营的时候 听一个兄弟说过 他家在海边 经常有些强盗去抢劫他们 那些强盗 就是从东海上 一个叫窝国的地方来的 当地人称 那些海里的强盗叫窝寇 烧杀抢虐丧尽天良 要不然 把那个窝国的什么使者 也嘎了吧 不管他们要干什么 先找到窝国使者再说 窝国人模样 和我们长得很像 但语言完全不同 只要稍加沟通 应该很好辨认 如果遇到什么危险 直接嘎了便是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东家 现在只知道 那个窝国使者姓山名本 三十多岁 听不懂他说的话 但性格似乎挺傲慢的 他叫山本 但不是姓山名本 而是山本 就是他的姓 他们窝国的姓 大多都是两个字的 原来这样啊 还有这样的姓氏 东家果然学是渊博 更加奇怪的还有呢 比如井上 渡边 泉阳 龟田 松下 之所以有这样的姓氏 是因为他们窝国 不像咱们大前 他们缺少自己的文化 更没有传承 在什么地方出生 就取什么样的姓氏 靠 连姓氏都能这么随便 他们都没祖宗的吗 他们的祖宗 就在我们大前 东家 窝国使者来了 按计划形式 你给他翻译翻译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一地装什么糊涂 原来你会说 我们大前话 会一点点 你这个憋孙 既然会我们大前话 那还带个二鬼子来干啥 吉里咕噜的鸟语 说吧 这次来和我见面 是想谈什么 你底话 我听不大明白 大前话 懂一点点 而贵子 是什么意思 石公子是在说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请您直接谈识 哦 愿来如此 那么憋孙又是什么意思 憋孙是夸人的意思 就是夸你英俊神武 哦 又喜又喜 你底也是憋孙 我们都是憋孙 哈哈哈哈 你是憋孙就行了 别扯这些没用的 直接说吧 你来干啥 石公子 我远道而来 当然是为了延夜的生意 咱们先减产 然后再涨价 只要咱们两家联手 便可垄断全世界的延夜 好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使君爽快 山本特使 可还有什么事情 这颗就是我们 窝国皇室中的质宝 翡翠琉璃珠 一共有三颗 这一颗是我托贵人才买到的 十万两银子 卖给石公子 很便宜的 山本特使 你真的确定这颗珠子 要十万两一枚 就这么个货玻璃球子 若是放在上辈子 五毛钱能买俩 里面还带花纹 石公子 我山本对天发誓 翡翠琉璃珠 在我们窝国价值 绝对超过十万两 巧了 我家府上 也有几枚这样的珠子 比这更漂亮 但我家的珠子 一颗只要一万两 什么 真的只要一万两 当然 所以你这个珠子 我是不会买的 石公子 不要开玩笑 如果你家宝珠 只卖一万两 有多少 我们买多少 好 就这么定了 十天之后 还是在这里 我把我家的宝珠 给你们带来 公主 根据我们的情报 石文才死人 特别的狡猾 翡翠琉璃珠这种宝物 她竟愿一万两 就卖给我们 我怕其中有诈 怕什么 十天后验货 如果有问题 我们不买就是 哈爷 公主冰雪聪明 属下不如 放心 她不敢骗我们 他们大钱人不识货而已 这种宝珠 只要带回我们窝国 至少能赚取十倍的利润 山本君 这个生意就交给你来负责 做好宝珠的生意 皇室不会亏待 你们山本家族的 哈爷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 别忘了我们这次来 大钱最大的目的 明日咱们 便动身前往靠山村 哈爷 我倒要看看 那个陈钱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殿下 您来看看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什么石头 竟如此平整 大钱人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高明的铺路技术 我知道大钱 大钱没有这种能力 殿下的意思是 这些都是那个陈钱 弄出来大 真的来对地方了 陈钱 他会给我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 接下来我要烧玻璃 玻璃是什么 烧它干嘛 玻璃是一种 很神奇的新型材料 它可以用来制作首饰 装饰品 容器 窗户 甚至是镜子 用途非常广 而它的特点 直接是光滑 透明 而且还很美观 这种材料究竟是什么样子 就像冬天里的冰一样 但可以塑造成各种形状 我直接跟你们说 烧制的方法 等烧出来 你们就知道了 东家 有窝国的人在村外等候 想要见你 他们有没有说 他们是什么人 说了 对方自称是窝国公主 搜一下身 把他们武器全都收了 先带到会客室 我稍后过去 原来是你们 石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看来我们需要 重新认识一下了 陈钱 陈先生 只得重新认识下 在下九梅子 说吧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陈先生 真没想到 昨日见的竟然就是你 我很好奇 真正的石公子在哪 指纹才被我嘎了 嘎 嘎了 据我所知 石家在你们大前 是极有势力的一个大家族 你嘎了石公子 你就不怕石家人找你的麻烦吗 呵呵 还有事吗 陈先生 我们昨日谈的那些生意 是不是也 虽然昨天我的身份是假的 但谈的生意 我保证都是真的 石家的制盐产业 也在你的手里吗 石家的制盐产业 虽然没在我的手里 但我能在三个月内 让石家的盐 再无立足之地 我们说好的盐业垄断 我也能说到做到 只不过我们大钱的盐价 我卖多少钱 都与你无关 那翡翠琉璃珠呢 放心 我陈钱说话 向来算数 我们靠山村 物产丰富 比如心脂和豆腐药水 可以了解一下 让你们窝国人 也能吃上豆腐 陈先生 我是要和你说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但说无妨 他们都是 我信得过的人 陈先生 我这次来找你是代表 窝国皇室 正式地邀请 你和我们一起结盟 攻打大钱 瓜分大钱的国土 你说什么 陈先生 你先不要激动 这件事必须要保密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答应 和我们窝国合作 到时候 我们窝国还会支持你 成为大钱的新皇帝 你们就这么自信 能战胜大钱吗 那就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陈钱打算 尽可能地多套取一些 有用的信息 看看他们的底牌又是什么 陈先生 就知道你会感兴趣的 计划其实非常简单 你们大钱的沿海防守 非常薄弱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十万大军 跨海登陆大钱 南洋城是大钱 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 你要做的 就是做我们的内应 配合我们一起 里应外合 拿下南洋城 这位九神宫公主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你来错了地方 陈钱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不要不识抬聚 在你们大钱内部 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相信他们很愿意 与我们窝国结盟 当上大钱皇帝的 大钱还有你们的走狗 很好 公主殿下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一切 全都交代出来了 把外面那些窝国人 带下去休息 好好招待招待 请依你把公主殿下 单独关到密室里 一定要把他们窝国 入侵大钱的详细计划 以及我们大钱 还有哪些是他们的走狗 等等这一切 全部审讯出来 是的 公子 陈钱 你疯了吗 你要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以为权力的欲望 就能让一个人 废弃自己的家国和祖宗吗 你是低估了我臣钱 还是低估了我们大钱 而你必将为你的轻视 付出代价 窝国人竟然想入侵 我们大钱 就因为我们大钱土地 比他们多吗 现在百姓的日子 已经很不好过了 如果再让这些 窝国人打进来 百姓们还怎么活啊 若是以前 区区窝国算不了什么 可现在大钱内部矛盾严重 若再遭遇外敌 大举入侵 后果不堪设想 夫君 你有办法吗 打铁还需自身硬 若说办法 没有让大钱变得强大起来 才能抵御外敌 加速我们的发展计划 大钱顶不住 我们去顶 再有就是那个 傲慢的窝国公主了 以她的身份 肯定知道不少有用的信息 如果咱们有办法 能够彻底掌控她的话 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一种训练死士的方法 可以彻底让人忠心耿耿 但前提需要 摧残她的精神 消磨她的意志 让她成为一具空洞的行尸走肉 但是消磨意志的法子 我不会 不就是摧残她吗 这还不简单 我来 小九 这是正事 休要胡闹 哥 我不是胡闹呀 我真有办法 哥你还记得我那瓶夫妻和欢散吗 如果用在那个窝国公主身上 嘿嘿嘿 好吧 既然没有其他办法 这个窝国公主就交给你了 记住 这是正事 不要乱来 放心吧 哥 我会好好调教她的 百年大计 教育先行 我们不仅要免学费 还要包持包住包分配 缺乏人才 咱们就自己培养 靠山大学即将成立 如果他们学成之后 都选择离开呢 咱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以后等你重新回到地位 咱们就可以在整个大前 推行教育改革 但凡是人才 都要被我们所用 东家 靠山大学的学生和老师 都已经招够了 红老先生问您 什么时候开学 这么快 学生三百人 老师五十人都招够了吗 是的呢 现在学生和老师们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新建的大学艺已经完工 就等您确认什么时候 正式开局了 很好 告诉孔先生 尽快开课 今天叫大伙过来 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我又准备要扩产了 孔老先生 靠山大学就交给你了 你多费点心 这段时间 如果发现有什么不足 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 你尽管大刀阔斧地去做 我相信老先生的能力 先生请放心 大学堂制改革 来旷古绝境的神来治理 老朽不才 也绝不会让如此 千秋万代之大工业 会在老朽手里 除了靠山大学之外 孔老先生 在以相同规模组建 靠山中学和靠山小学 还是由你来担任校长 还建中学和小学 这次就这么定了 下面是造船方 造船的进度怎么样了 进度很快 十条大船已经完工一条了 剩下的在半个月内可以完工 这么慢 铁甲船啊 还在研究中 我再给造船方 追加一万两银子 速度抓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事关我们大前的生死存亡 张公泽你要实时牢记 你所肩负的使命 景哥 铁甲船配套的5G 进度怎么样了 火炮的研究虽然有些进展 但距离你要求的目标 还有很大差距 没关系 慢慢来 火炮原理虽然简单 但其中铸造工艺 以及设计的精度 却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定要切记 多做实验 尽可能地多去测试 谨慎 仔细 小心假设 大胆求证 好的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地雷研究的进度 怎么样了 现在已经造出来了 只不过力度感应的误差有点大 有时候踩上去不会爆炸 有时候轻轻一碰就炸了 我们正在改进 最多在时间就肯定没问题了 很好 你们设计院现在 还有多少研究任务 未完成的 铁轨的研究接近尾声 那种新的材料 嗨 已经提炼出来了 至于玻璃 实验炉中已经烧出了好几 品质也达到了你要求的程度 只不过我们有信心 还能改进得更好 很好 再给你们加一个任务 炼制矿岩 矿岩 你们是想说 矿岩有毒不能吃是吧 放心好了 我像是会坑老百姓的人嘛 矿岩和海盐里的主要成分 其实是相同的 不同的只在于矿岩中 含有大量有毒的杂质 只要我们能去除 那些有毒的部分 剩下的不仅能吃 而且比海盐更好 更便宜 王贵说 我要你组建一支考察队 前往天南海北 甚至远渡重阳 去帆邦一国 考察各种自然资源 比如矿产 农产品 以及一些特殊的材料 但凡是有用的 我们都要 农家 矿石也就罢了 可这农产品 有啥好考察的呀 天下人不都是 吃一样的粮食吗 还真不是 有的地方 以一种金黄色 颗粒饱满的米为主食 名为玉米 还有某些国家 会以一种长在地下的 根筋为粮食 这种粮食高产 一保存 名为土豆 玉米 土豆 农家 这世上真的有 如此奇特的食物吗 当然 世界之大 无奇不由 你俩明天 陪我去一趟永州 带上一百人 相公 我 我也想和你去 你家在永州啊 嗯嗯 我家就在永州城 好的 没问题 娘 燕儿 我回来了 二姐 燕儿 这是你姐夫 你就是去燕吧 你姐姐和我说起过你 初次见面 这是姐夫 送你的礼物 娘 二姐回来了 小婷啊 你终于回来了 小生辰前 见过岳母 好好好 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我去做饭 娘 我们吃过了 你不用忙 咱们说说话吧 小婷啊 你在外面 可还好 娘 我的命可好了 在外面只受了一点苦 就遇上夫君了 燕儿 这簪子是哪来的 我姐夫给我的 初次登门 为小妹准备一件礼物 是应该的 这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 不知贤婿是哪家的公子 小婿来自靠山村 并非出身名门 只是寒门书生 有幸娶了大姐 这是小婿给岳母大人 带的一点礼物 名为乌灵芝 可治百病 甚至只要一息尚存 就可续命 好 那就谢过贤婿了 小婷 你怎么回来了 哥 这是我的夫君陈前 夫君 这是我大哥和大嫂 小生陈前 见过大哥大嫂 娘啊 今天小婷正好回来 当着小婷的面 快把房契给我吧 你个败家子 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要是把房契给了你 转手就会被你给输光 婆婆 这事你做的就不对了 家里有这么好看的首饰 你竟然不给我 反而给她一个小丫头 嫂子 那是我送给妹妹的礼物 请你还给妹妹 你嫂嫂我要是就不还了 大嫂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 嫂子要是不还 我自然也没有办法 我只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而已 只不过我可以保证 你若不把这玉钗还给妹妹 你很快就会后悔的 且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这个妹夫 还真有点意思 吓唬人都不会说狠话 你只是一个心上门的女婿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嫂嫂我要是就不还了 大嫂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 嫂子要是不还 我自然也没有办法 我只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而已 只不过我可以保证 你若不把这玉钗还给妹妹 你很快就会后悔的 且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这个妹夫 还真有点意思 吓唬人都不会说狠话 你只是一个心上门的女婿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既然姐夫送你的礼物 被人抢了去 那姐夫就多给你 再补上一点 只是这次别再被人抢去了 礼物本来是给大家都备好了的 但嫂子既然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那也就不用我来送了 剩下这些礼物 就全都送给小妹吧 好你的妹夫 你也太偏心了吧 就是就是 我们只有一个月差 小嫣儿却有那么多礼物 这不公平 我陈前送的礼物 想送谁送谁 与你们合肝 岳母大人 小婿准备一百两银子 不坐我迎娶驱婷的彩礼钱 还请岳母大人收下 娘 这银子我替你保管的吧 说完曲姐就上前抢过银子 拔抖就不好了 真是个逆子啊 屈母气的一口气没有我过来 娘 你可不能有事啊 我 我去叫大夫 你娘她已经 我带来的乌灵芝 快给岳母服下 说不定还有救 人死不能复生 无论什么药都已经晚了 小婷 燕儿 白大夫您怎么在这 娘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屈夫人 你 你怎么活了 这是什么药 这药正是我刚送给 岳母大人的乌灵芝 危急关头 可以保命 什么 乌灵芝 保护新医术师在 却从没听说 还有什么乌灵芝 一种仙药 我也是机缘巧合 才得到一点 只是让贤婿看笑话了 那个逆子 我这就去找她 把她抢走的东西 要回来 岳母大人 钱财不过身外之物 那些都不重要 你且先歇息一下 是啊 娘 你就别担心银子了 夫君很有钱的 她只是担心送您的钱财太多 会给咱们家招来栽货 才只拿一百两银子的 回头我们再送些银子来就好 这位小兄弟 可否跟老朽说说 那个乌灵芝 这位白大夫可是个大好人 他医术高超 给穷人治病 从来不收钱的 老先生 为穷人治病不收钱 高风亮节 晚辈佩服 如果老先生真的 想救济天下的话 晚辈倒觉得靠山村 是一个好去处 靠山村 你是说 陈前那个靠山村 听说那里 成了世外桃源 不仅靠山村办学堂 确实是一个 学习钻研的好去处 可是靠山村 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呀 你 你真的就是那个陈前 岳母大人 正是小旭 小婷 娘真为你高兴 找了这么好的郎君 贤婿呀 你怕是不知道 你可是我们百姓 心目中的大英雄啊 你就是那个灭土匪 沙滩官的陈前 正是小生 那种美味又便宜的豆腐 以及那种心脂 也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吗 没错 只不过这些创造 离不开靠山村 每一个人的努力 小生不敢独占功劳 太好了 老夫早就想去靠山村 学习学习 只是听说 谢如今 外人不能随便进靠山村了 陈小兄弟 老夫想去靠山村 不知可否 小生也正有此意 小生想请老先生 来我靠山村钻研医学 成立一个靠山医学院 培养出更多的医者 救济天下 好啊 好啊 陈前啊 我 我想求你一件事 岳母大人但说无妨 小陈啊 你能不能就他爹回来啊 岳母大人莫要着急 就岳父大人的事 屈婷已经跟我说过了 只是他对当年的事知道的 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次我们回来 就是想找您 问清楚当年的事 当年我们支部生意做得很大 可那些官员看红了眼 就对我们家栽赃陷害 他爹则被判了个 谋反未遂的罪名 给流放了出去 参与这件事的官员太多了 仅仅我们知道的 就有郡城黄耀 公曹董大迁 主部周社 甚至永州太守赵宽 都收了他们的银子 轻衣你都听到了吧 让中涛大人 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好好查 陈前啊 那些人 每一个可都是永州城的 达官显贵 这 这不太好办吧 无妨 岳母大人请放心 如今永州城 已在小区掌控之中 他们许久未见面 一聊就是半天 岳母大人 岳父大人的下落 已经查到了 无罪释放的文书 也已经拿到 现在只要派人带着文书 便可迎岳父大人回来 东家 当年参与此时的 这些人怎么处理 干了吧 大爷 你们这是要干嘛 干嘛 老实交代 你这些钱财 都是从哪偷来的 我 银子是我自己赚来的 你当老子是三岁小孩呢 昨天还是一两银子 都拿不出来的群鬼 今天就带了 这么多银子来了 你跟我说是赚的 小子 不说是吧 我会让你说的 我说 我说 是我妹夫 她很有钱 这些银子都是她给的 走 赚钱去 妹夫 救救我吧 他们想要二百两银子 如果你不给 他们会打死我的 你那么有钱 可不能不管你大哥啊 小子 你大舅哥说你很有钱 大爷们也不贪心 来找你不过是 讨个二百两银子花花 你要不给的话 让你们知道 知道在这永州城 谁是天 陈钱根本就没有打理他们 只是小手归了一下 刀哥 咱们好像惹到了惹不起的人 穿越到古代发明了纸币 这小子真行啊 这就是第六代纸币 不错 很不错 东家 你那个大计划 是不是要开始了 是的 造币工坊 可以成立了 金哥你知道的 造币的意义有多重要 所以这件事 必须要交给信的过的人 未来造币的负责人 就是你了 行 没问题 我们印的纸币 同样以文为单位 纸币的整体设计 就用现在这个 但不同面值的货币 要分成不同的颜色 这样会更有辨识度 也能让使用者 通过颜色就能区分面值 咱们要印多少钱 这第一批纸币 先印一千万文吧 可是 真的会有人愿意 用咱们的纸币吗 当然 纸币相比同钱来说 便于携带 相比银子来说 面值明确使用方便 不过任何新鲜事物人们 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只印一千万文的原因 你这个手刃造币工坊的管事 还要坚韧一下 首任银行行长的职务 银行行长 是什么 目前你唯一的任务 就是换钱 三天后 我会要求咱们 靠山村所有工坊之间 购买物资 都只能使用纸币 而他们就会拿着铜钱 或者银子来银行 找你换取纸币 纸币也可以换成银子 因为百姓们一开始 肯定不会信任这种纸币 会有很多人 迫不及待来兑换成铜钱 这有点不对啊 东家你看啊 工坊先把铜钱换成纸币 发给工人们 而工人们又要拿纸币换成铜钱 所以到头来 工人们得到的还是铜钱 纸币又回到了我们手上 这不是白折腾了吗 当然不是白折腾了 你有没有讲过一个问题 黄金和银子他们 为什么很值钱 既不能吃又不能喝 为何一两银子就能价值一千文 因为大家用习惯了 毕竟每个人都知道 金子和银子是很值钱的 是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金银的价值 所以它才有了价值 任何货币本身的价值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大家相信 它有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让大家都相信 我们的纸币和铜钱 是同等价值的 是真的可以随意兑换的 这需要很久吧 正常情况下 这个过程确实需要很久 几年甚至几十年 但在咱们靠山村 就不需要那么久了 我估计最多几个月的时间 大家就会接受了 为啥呀 因为我们本身就很有信誉 能得到大家的信任 短期内纸币 只需要用在各工房之间 相互结算 只在村内运转 等纸币体系 在咱们村里运转顺畅之外 我们就可以使用纸币 与我们的合作商来进行结算 或者购买物资了 可商人们未必愿意吧 商人逐利 在利益面前别说 只是条件 哪怕是底线 很多人都可以丢掉 愿不愿意 只取决于他们 能不能得到利益 当某种带有垄断性质的 稀缺物资 要求必须要用 某种货币结算时 那么这种货币 便走上了全球霸权之路 这个过程中 有两点一定要注意 第一就是信誉 第二就是保密 东家放心 目前所有参与造币的人 都与我们签订了三年的契约 三年内只能留在大院内 就算为了工钱和奖金 也没人会违反的 造币所用的原材料 只进不出 废弃和损坏的全部销毁 陈钱 你给我出来 金哥 印钱的事就先这样吧 你先忙 此人是江南第一首富马 如云之女 陈钱 你可算出来了 你说 你是不是没把我当朋友 哎呀 大小姐呀 今年的生意 才几个钱 就算做了周级代理 一年下来 也不过几万两银子的利润 对你们马家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就是玻璃吗 是的 这是玻璃 你就说漂不漂亮吧 这是你们制造出来的吗 怎么做到的 是的 这是我们的工匠 精心打造而成的 说吧 怎么卖的 马小姐认为 它能值多少钱 同等大小的水晶器具 价值在二百两到五百两之间 你这玻璃器具 虽然还不错 但毕竟是新鲜物件 我最多只能出一百五十两 不行 太低了 好吧 我最多再加二十两 这是我底线 大小姐 这种玻璃器具 制造是很难的 而且我保证全天下 只有我们靠山村能买到 相信你也明白 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吧 这样好了 二百两银子 不二价 成交 这种东西 你们一个月能做出几个 最多也就一百多件吧 很好 玻璃的生意就这么定了 还有等你们的经年产量提高了 别忘记给我留一个周级代理 靠山村的盐是哪来的 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听说是他们靠山村自己生产的 除了陈氏商行在卖之外 整个江河县就只有赵氏商行在卖了 听说赵氏是他们的代理商 什么 代理商 小的也不知道那是啥意思 掌柜的 要不您亲自去看看吧 外面抢盐都抢疯了 这位兄台为何脸色不太好 难道也卖得便宜了不好吗 石家的盐涨价 金货就要三十五文 我千里迢迢运到江河县 本想赚点薄利 可谁能想到这里的盐 只要七文 原来如此 兄台豪彩 兄台有多少盐 三千斤 这三千斤盐我买了 价格就按你的成本价三十五文一斤 我要你把盐送到楚州 到了地方自然有人给你结算 好 这位公子 随我去看盐吧 不必了 本公子要是缠身无暇顾及这等小事 你自己去办好了 如意 给他的地址 再给十两银子定金 让他把盐送到府上 公子 小心被骗呐 本公子看人一向很准 什么人能骗得了本公子 休要多言 按我说的去办 好的 跟诸位打听件事 在下听说靠山村的陈钱 是个很特别的人 但很多传言都是夸大其词 我是不信的 如今到了江河县 诸位能否说说 那陈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先生还能是啥样的人 好人呗 他真有那么好 可我听说他年纪轻轻就娶了十房夫人 是个好色之徒呢 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 陈先生别说娶十房夫人 就算娶一百房 一千房 那也是陈先生的本事 可不是吗 只要陈先生愿意 我相信在这江河县 哪怕是整个平原郡的姑娘们 都愿意嫁给陈先生 听你们这一说 那我可得去靠山村 会会这个陈钱 陈先生今日就在县城 前面不远处的天上人间 便是他开的 此人叫李玉玲 楚王嫡女 他父亲准备赐婚给陈钱做妾 于是女伴男装过来探探底 来各位妹子 给老板打个招呼 老板 你就是陈钱吗 你这是在搞什么 这位客官 你别黑着脸 这放在几百年后 也不落伍的 这可是咱们县城 最高规格的玩法了 要不等夫人晚上 休息了再过来耍耍 我让他们 给你来个吹拉弹唱 和头脑风暴 保证让你一个头两个大 乐不思数一整晚 公子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乱来 咱可不是这样的人 明白明白 这位客官 咱们都是正人君子 只是看这些女子可怜 所以才会对他们 倾囊相授 让他们能够日进斗金 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正在李玉玲 想如飞飞的时候 身后有人走了过来 爹爹 你怎么来了 姐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先离开再说 敢问阁下 可真是陈钱陈先生 正是 你就是陈钱 我有十分要紧的事情找你 我 请讲 陈先生 咱们可否借一步说话 现在无妨了 这是我那人 我能听的他都能听 公子 我只是护卫 怎么 我要娶你 你不愿意吗 连护卫都不放过 果然是个好色之徒 好了 有什么事 二位直说 不必遮遮掩掩掩 陈先生 实不相瞒 在下乃楚王之子 李英俭 这位是我的 我是他哥 李玉瑶曾说过 楚王和他父皇关系很好 并有一子一女 那这个女扮男装的家伙 应该就是郡主了 在下这次前来见陈先生 乃是奉父王的命令 代表父王愿与陈先生结盟 我作为质子留在这里 这也是我们的诚意 敢问质子如何结盟 简单 只要我们双方都不将彼此视作仇敌 保证双方都不动兵 如若父王违约 陈先生可以随时嘎了我 所以你父王 他到底想要什么 陈先生还不知道 如今咱们这位陛下 想要封你为讨贼大将军吗 你是说那位陛下想要 我去讨伐你们楚地吗 不错 我父王他无心朝堂权力相争 我大前若在自相残杀 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 既然世子不嫌弃 那就在我靠山村住一段时间吧 就当是游山玩水 散散心 在下必当好好招待 我那个叔叔 几时还有这种头脑了 不过好在楚王反应够快 抢先一步化解危机 是啊 不过这个风赏 终究还是太烫手了 夫君打算怎么办 危机往往也是意味着机遇 如果把这件事利用起来 我们的复国大业 也该要准备了 圣指道 你就是陈前 还不快跪下截指 你好大的胆子 陈前 难道你要抗指不尊吗 这位公公 你到底宣布宣指 你要是宣指就赶紧 你要是不宣指 就别耽误时间 我可很忙的 陈前你拒不接指 是想造反吗 呵呵 大家都看到了 我陈前来接指了 是这老太监 不给我圣指 回头我要是 反了可不能怪我 公公慌了 若是这圣指没有宣出去 或者陈前真的因此造了他 那可就麻烦了 慢着 咱家这就宣指 奉天承运大前 永圣皇帝诏约 靠山有人 姓陈明前 颇有才学 深的振心 特封陈前为靠山侯爵 领讨贼大将军衔 前往讨伐楚地 诸灭贼手楚王 亲子 陈前这不是已经和我们结盟了吗 怎么还在扩招保卫队 难道他想当朝廷的爪牙 我这就去找他 姐 你不能去 为什么 咱们现在还在人家地盘上呢 如今说什么都没用 我们只能相信陈前 相信父王的判断 相信那个好色之徒 那我呢 我值不值得 李儿妹妹信任呢 公主姐姐 将来夺回地位之后 一定要给屏幕钱 点赞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赐黄金万两 天福天寿 好运连连 财源滚滚 那可都是些 发财的金手指呀 你们先续续救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东家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它叫做自行车 这是一种交通工具 那个东西是什么呀 总是会打着我的腿 好疼 这东西可不是这么用的 这个东西是用来骑的 就像骑马一样 比马还听话 难道是一个人坐在上面 另一个人推着这辆小车走了 我来骑给你们看一看 你们就知道了 陈前在宽阔的马路上 像个孩子一样 开心地玩了起来 没见过自行车的众人 个个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东西看得还挺好玩的 不过是怎么做到 不会都还能够往前跑的呀 你把我给你的那本基础 物理看完 你就差不多 能明白为什么 它能保持平衡了 姐夫 我想学是怎么骑的这个东西 相公 我也想学 当然没有问题 谁第一个来 公子 我来试试 好吧 轻衣先来试试 不过这玩意儿 可不像是骑马 估计得学上几日时间 才能够彻底掌握骑行之道 公子 你可得扶着我呀 切莫使劲掌握车把 手腕一定要放松 身体也要坐正 只需要腿部 用力即可 卧槽 轻衣你没事吧 还好你会轻功 没事 我再给你演示一遍 双手一定要放松 放松再放松 看我完全可以 大撒把骑行 大撒把就是双手 离开车把的意思 若是感觉不稳的时候 可用双脚落地 一定要自己找好感觉 我已经掌握点精髓了 再来一次 或许习武之人 身体协调能力会比较好 两下便会骑着走 青霜 你觉得它和马比起来怎么样 这个东西 难道比马更好一些吗 看什么情况 单说在咱们靠山村里 你觉得是马好一些 还是自行车好一些 在咱村里跑 当然是这东西好些 东架 我们该如何定价呢 自行车的研发与产能 还没完全稳定下来 还得再琢磨琢磨 你们先玩着 可得小心点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今日起将为大家设立养老金 凡是在咱们各工房 工作满15年 且年龄达到60岁 就可以半里退休 不用干活了 但依旧有工钱拿 只不过工钱降为 原有的三分之一 工龄也过15年的 每增加一年 养老金都会在三分之一的基础上 增加十分之一 东西 那每个月能拿到多少银子啊 这个计算起来有点复杂 我给大家举个例 二牛哥今年30岁 在工作满30年 就可以半里退休 30年后二牛的工龄 蒋家基本工资 3600文每个月 那么当二牛退休时 他每个月的基础 养老金就是1200文 再加上增加15年的养老金 为1800文每月 也就是说 二牛退休时的养老金总数 为3000文每月 东西 我老六今年54了 干不满15年就60岁了 到时候咋办呀 是不是就没有那个啥的养老金啊 是啊 是啊 俺也干不满15年啊 大家放心 所有人只要年满60 都可以退休拿养老金 只不过不到15年功龄的 没少一年 就会从相应的养老金中 扣除十分之一 东西 60岁不想退休行不行啊 如果到了60岁不想退休 而且身体在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最多工作 到65岁就会强制退休 关于退休金和养老金的细则后面 也会发告示的 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灵儿妹妹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陈前救了我 他现在是我的夫君 之前没和你们相认 是因为你们出现的 实在太突然了 我必须要和娘子 商量一下才行 既然燕王自作聪明 给了我这个讨贼大将军的名头 并且还昭告天下了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呢 但谁是贼 我说了算 世子 你父王信得过我陈前 我也信得过他 所以我打算让你回去 你姐留下 姐夫 我听你的 你回去 也正好把这里的情况 告诉你父王 至于我和娘子 想要做什么 姐夫相信 你和你父王都是聪明人 是明白的 灵儿 英杰回去后 只剩你一个人 孤单也不安全 不如搬到我们那吧 姐夫家里还有空房间 而且是靠山村 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姐妹闲下来 还能说说话 可是 我 放心 你姐夫人很好的 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 这信音怕是假的 七文钱一斤的雪花盐 反正我是不幸的 说不定是障眼法 拿出一批盐低价卖 过段时间就涨价了 不管是真是假 陈前嘎了我屎家老二 必须得把陈前嘎了 咱们还能调动多少高手 老爷 如果只嘎陈前的话 有个人刚好合适 派见摩曲修去 易如反掌 好 那就叫他去 嘎了陈前 老爷 城门提了告示 皇上封陈前做了讨贼大将军 招告天下 傻 大将军 老爷 陈前可能是陛下的人了 那我们还嘎不嘎 就算是天王老子 赶坏我的生意 也照嘎不误 轻衣 我要一份 关于渤海诚史家的情报 越详细越好 公子你要渤海诚的情报干什么 既然那个史德义要嘎我 那我就什么时候 也去嘎一嘎他 渤海诚的情报不难弄到 给我半天时间足够 明天咱们就出发 东亚 靠山军已经集结完毕 随时可以出发 兄弟们 这是咱们靠山军成立之后的第一战 我们的军魂就是为百姓而战 做人民的靠山 只有牢记使命 我们才能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立于不败之地 消灭他们 为了百姓 公子 我不明白 你说的那个军魂 为什么能让他们立刻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知道有什么能让人不顾一切 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因为只要世界充满了不公 存在着压迫和剥削 就会有人反抗 就会出现战争 而我们的战斗 就是在为每一个无辜的百姓 将那些强取豪夺的豪族世家们复仇 消灭他们 做百姓的靠山 从今天起 各位手里所有的粮食 全部涨价三成 石公子 敢问这是石家老爷的意思吗 这是本公子的意思 我爹既然已经把粮食生意交给了我 你们只管听本公子的吩咐就是了 听公子的 那就这么办吧 粮食的价格涨了 各位的保护费 肯定也要涨些才对 石公子 去年才涨了五千两 您这又涨 是不是优点太多了呀 是不是连你们脸了 还跟本公子讨价还价 谁要是不想掏钱 我保证 让他再也别想做粮食生意 不干就不干 大不了不来你们北方做生意 告辞 我让你走了吗 石公子 我劳动以后不来北方做生意 也不用石家保护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不用我石家保护 这渤海城很乱的 你就不怕等下在街上走着走着 就被嘎了吗 你 你威胁我 董老板不要乱说 我威胁你了吗 退出可以 交一万两银子保护费 好 一万两就一万两 走着瞧 你们卑鄙无耻 收的银子还要怎样 回去告诉史文杰 我便成鬼 也不会放过他 你刚刚说史文杰 你和他有仇吗 你们不是史文杰的人 当然不是 这位兄台如果与石家有仇的话 可以和我说说 实不相瞒 他石家想要嘎我 我这趟来便是要灭了石家 你 你灭石家 你是什么人 茂山村陈浅 你就是陈浅 陈先生 这渤海城史家 七行大师垄断粮价 要粮商们给他交保护费 谁要赶不听 就会答了谁 这位兄台别着急 仔细到来 陈先生 他们现在就在前面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好啊 那就有劳了 我劳动愿意为陈先生效劳 以后史家我主事 你们尽管跟着本公子 少不了你们发财 离开我们史家 你们屁都不是 公子不好了 不长眼的东西 没看本公子 正在商议大事吗 可是公子出事了 在这渤海城 我史家就是天 在我史家的地盘上 能出什么事 那边来了好多好多人 气势汹汹 听说是冲你来的 我就不信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闯我的地盘 靠山军行动 反抗者鸽杀勿论 史公子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都交了保护费 你还想干什么 你们是谁的部下 真是好大的胆子 知不知道本公子是谁 把你们将军 给本公子叫来 哈哈 史公子好大的威风啊 董博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离开不了这渤海城 陈先生 本公子乃渤海城使家的大公子史文杰 你确定你就是史文杰 不错 正是本公子 今天的事情 要是不给本公子一个交代 休想活着离开渤海城 好 那我就给你个交代 把他拖下去 嘎了吧 陈前刚嘎了史文杰 众人惊恐故意 大家都做吧 不用害怕 我不是坏人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姓陈明前 来自靠山村 你 你就是那位靠山村的陈前 正是在下 早就听闻陈先生少年俊杰一表人才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诸位客头话就不用说了 陈先生今日前来是救咱们的 以后这粮食的定价权 就由陈先生来主持吧 董老板说的不错 我们听陈先生的 既然诸位信得过我陈前 那在下就不推辞了 放心 今晚过后 渤海城使家将不复存在 感谢关注 下期再见 他娶了十个老婆 却从来不睡 天天晚上让他们在厕所里磨豆腐 不料第二天做出的豆腐特别好吃 京城富商都来找他买配方 于是便开始制炎 造纸 炼钢铁 赚钱之后 招兵买马富甲一方 作为一个最成功的穿越者 在古代想嘎谁就嘎谁 混得风生水起 就连当地地头蛇 都对他忌惮万分 此时的地主爷 手里正端了一碗别家小孩的血液 老爷不好了 大公子出事了 这不可能 在这渤海城 谁敢动我的孩子 史家七行霸市多年 陈钱为了夺回粮食的定价权 这次下定决心要灭了史家 可到史家门口 便看到几人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着 大老爷 我家的田气和房气都给您 求求您就放了我家孩子吧 你们是认错人了吧 我们不是史家的人 史家抓走了你们的孩子吗 敢问您是 你们眼前这位 就是皇上清风的靠山侯爵 讨贼大将军靠山村陈钱 你们若有冤情诉诉讲来 我们先生可以为你们主持公道 您就是那位神仙天师陈钱吗 侯爷求求您 救救我家孩子吧 他被史家的人抓去了 就在这庄园里面 他们要喝我家娃娃的血啊 什么 那是得意 还喝人血 史老爷以幼儿的血进补 这是整个渤海城人人皆知 但以前史老爷都是 买孩子来进补的 最近这段时间 贩子那枚孩子可卖 史家就在大街上抓人 这史家的人 根本就不理我们 我们等在门口 他们就打我们 我们去报官官老爷 又打我们 我们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无门啊 诸伟等在这里 我这就去救人 陈先生一定要小心 这史家的庄园是龙潭虎穴 他们打烧很多 而且还有会武功的高手 史家的实力 他一清二楚 对靠山君来说 完全不算什么 只不过 现在得知 里面还有无辜的小孩 那么原本准备的推评方案 就要改一下了 涛哥 火力不要太猛 记得救孩子 嗯 明白 天哪 传说是真的 陈先生真的是仙人的徒弟 这还用说吗 天雷 那可是天雷啊 老爷 不好了 有人打进来了 你说什么 怎么冲进来的 老爷 是天雷 大门一下子没了 刘总管 你立刻带人去 若真有人敢闯我史家 格杀勿论 就在刘总管隐约看到 前方似乎有一群 黑甲士兵的时候 密密麻麻的箭语 就已经朝他们 促盖了下来 中逃且莫不要大意 史家底蕴深厚 实力不会这么简单的 老爷 打不过啊 对方人实在太多了 他们还有弓箭 咱们的护院呢 他们都被天雷炸死了 天雷 你是说陈浅 不 这不可能 东家 此人就是渤海史家的家主 史德义 找人辨认一下 如果没抓错人的话 就带下去 嘎了吧 不 不行 你不能嘎我 你是不是陈浅 你凭什么嘎我 还凭什么 许你派人去嘎我 就不许我亲自来嘎你吗 求求你 不要嘎我 我有秘密可以告诉你 我能让你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说说看 你先答应不嘎我 我就把长生的秘密告诉你 你以为你有和我 讨价还价的资格吗 你先说 嘎不嘎你 我来定 秘法就是 每晚喝下一碗童子血 就可拥抱青春 长生不老 你放了我 史家的家财全都给你 真是畜生拉下去 把他血放完 让他也尝尝 放血的滋味 东家 史家的盐厂在城外 沿着渤海城往东 海边树市里 都是他们的盐厂 史家的奴隶 大多也在那里 那边还有不少他们的私军 我要不要现在就去 把那里控制住 不急 盐厂就在那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现在咱们要做的 不是控制史家的产业 而是这座渤海城 将军 外面有人自称是渤海军的 巨手囚件 我的大人啊 您怎么就不听呢 咱们还是快跑吧 听闻那个 陈前就是个嘎人不眨眼 吃人都不吐骨头的 他所到之处 沙官杀绝 现在史家完了 恐怕他接下来就要对付您了 您不赶紧跑 怎么还找来了呀 闭嘴 你懂什么 安静 我们东家请您进去 好好好 劳烦军爷了 董大人是吧 在下靠山村陈前 下官董大年拜见侯爷 下官有罪 下官治下出了史德义 这地方一霸 下官无能 请侯爷责罚 也请侯爷给下官一个 带着立功的机会 董大人 我正有事 准备找你呢 没想到 你自己就来了 还请侯爷吩咐 这第一件事 想必你也知道 我陈前 每到一个地方 必须要做的事 就是肃清一个 地方的贪官污吏 土豪猎身 七行霸士之徒 侯爷放心 这渤海城内 哪些人是贪官 哪些人是污吏 哪些是恶贯满盈 最大恶极之徒 下官一清二楚 下官这就可以为侯爷 写出一份名单 那就有劳董大人了 我这就让人 去准备执笔 这第二件事 就是尘埋的守军 侯爷请放心 等一下我修输一封 可请渤海城 守将王红进城 这王红和我是老相识 也是个懂事之进退的 相信他会明示理的 很好 第三件事 你也知道 我住靠山村 在这渤海城千里之外 今日过来 是替渤海百姓 除暴安良来的 我不可能 一直守在这里 所以这渤海城 我还要找个 值得信任 可以托付的人啊 若侯爷不嫌弃 下官愿意为侯爷分忧 侯爷放心 下官虽然过去 也做了一些措施 但都只是些 同流合污的小过 绝无犯过任何大恶 以后跟着侯爷 一定痛改前非 欺乐从善 愿为侯爷效全马之劳 只要董大人以后 恪守为官本分 多做立国立民的事 这渤海郡交给你 才能放心 谨遵侯爷教诲 下官必定不负侯爷的厚望 东家 严厂的管事跑了 我们找来了副管事 拜见大将军 小人是这个 严厂的副管事蒋龙 蒋管事 你知道我请你来 干什么吗 小人愚钝 请大将军明示 你先别怕 叫你来 只是问问你 愿不愿意跟着我做事 小人愿意 很好 以后这三座严厂 就全都交给你来打理了 在史家像他这样的副管事 多达二三十人 能做到副管事 已经是他们的巅峰了 而现在新主人 刚刚接手严厂 就提拔他为 三个严厂的总管事 这相当于连升两级 愿为东家校全马之劳 盐厂就交给你来管理了 不过有些事 要改一改 比如这盐价 东家 现在的盐价已经很高了 咱们的盐成本 只要五文钱一斤 出货则是 三十到三十五文一斤 利润已经很大了 若是再涨价的话 百姓恐怕就买不起了 我说要涨价了吗 我要让所有人 都能吃得起盐 让吃盐 不再成为一个负担 必须降价 东家 降多少 把价格降到五文钱一斤 我们的成本价就要五文钱 把盐价降到五文 虽然也不会赔钱 但也不会赚钱啊 无需惊讶 我们靠山村治的盐 价格早就降到了五文钱 市场上售价七文 只是现在产能太小 还没有卖到这里 你刚做治盐的总管事 要忙的事情 还有很多 就先下去吧 等一下我会给你拨一些银子 作为盐厂的运营资金 以后你们盐厂自负盈亏 鼓励你们自主创新 进一步降低治盐成本 如果盐厂能在你的带领下 实现盈利 暂时也无需 给我上缴利润 给工人们掌掌工资 还有我已经颁布了试奴令 原本是家掌控的 所有奴隶的卖身器 全部还给他们 从今天起 这里再没有奴隶 所有人全都是自由人 感谢关注 下期再见 娘 我想吃肉 邻居家主的肉香 弥漫了整个村庄 全村一百户人家 唯有他家没肉吃 从前几天开始 银子就已经买不到肉了 人们都拿着白花花的银子 去换成一张张纸片 因为这个地方 只有用纸币 才能买到东西了 金莲老师本分一辈子 舍不得把银子换出去 却不料银子买不到盐 也没买到肉 看到可怜的孩子 决定再去一次急事 过而不哭 娘这就去买肉 大伙先烧安勿躁 自今日起 凡是来我们城市商行购物 一律使用纸币 就在百姓们都一头雾水 这纸币到底是啥的时候 商行掌柜 早就安排好了几个托 立刻从口袋里拿出纸币 不就是纸币吗 我有啊 这年头谁还用铜钱 纸币带着多方便 兄弟 你这纸币从哪来的 隔壁靠山银行啊 用铜钱可以免费换纸币 还能用纸币换回铜钱 也是免费的 要想换钱赶紧去啊 你看大家都去那边排队了 再不去就换不到了 你换到了吗 纸币啥样的呀 让我瞅瞅呗 里面的人说了 一文换一文 这一张就是一文钱 哇 好漂亮 这画真好看 是啊 比铜钱强多了 这就是官府的新钱吗 不是官府的吧 听说是靠山村陈钱弄的 用这种纸币 可以在陈氏商行 买便宜的金盐和纸 原来是陈先生啊 那比官府靠谱多了 陈先生是好人 咱都信得过 况且陈氏商行的血盐可便宜了 新纸也便宜 兄弟你都换了纸币 还不快去买雪花金盐 只要七文钱一金呢 兄弟你还有纸币不 能不能给我换一张 这好吧 但只能换一张 谢谢 太感谢了 前面靠山银行就能换 你怎么不去换啊 兄弟你还不知道吧 刚我听说 靠山银行的纸币也不多了 大家都想多换点 可能等一会儿就没了 不远处 正在微服私房的南洋郡守韩风 以及跟着韩风来学习的赵康 看着这一幕眼中近视震惊 当时他们就考虑过 想要推广这么一种新的钱币 估计会很困难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种纸币不仅一点都不难推广 反而大家都急着抢着去换 甚至两人还看到 有人拿着换来的纸币 从街边的猪肉摊上 买到了一块猪肉 两人来到那猪肉摊前 正见那卖肉的汉子 笑眯眯地摆弄着手里的纸币 客官可是买肉 您看我这猪 早上新杀的 肥着呢 看看这肥镖多厚 刚借你收了纸币 是啊 客官也要用纸币买肉吗 没问题 我很好奇 你怎么相信这种新出来的纸币 就能当前用吗 客官 你怕是不知道这纸币是谁出的吧 告诉你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靠山村陈前 当时在咱们南洋城 打败了勇王的叛军 帮咱们守住了南洋城呢 我是说 你就不担心这纸币收到手里 花不出去吗 怎么可能 陈先生的人品我们信得过 陈先生的钱 我们自然也信得过 至于你担心这纸币花不出去 笑话 你看看大伙都抢成什么样了 我这要不是正卖着肉的话 也早过去排队了 再说了 靠山银行就开在那 又跑不了 我啥时候要是不想要纸币了 随时都能过去换成铜钱 我还怕啥 原来如此 纸币虽然新鲜 但事实上 这种新鲜的货币 不管是纸币还是什么 其他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货币代表的人 陈前有名望 无劣迹 百姓们自然愿意相信 再加上城市商行里 出售的便宜商品 以及从众效应 这种纸币变得火爆就不奇怪了 两人毛色顿开 豁然大悟 都是一脸钦佩 韩大人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南洋城内 百姓就都习惯用纸币了 是啊 真让人想不到 大家会对纸币接受的这么快 赵大人 既然纸币都推广的这么顺利 这南洋变法 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了 韩大人所言极是 陈先生曾和咱们说过 变法而不伤名 才是变法的基础 如今明星所向 除旧革新正当时 变法大事 一切听从韩大人安排 走吧 咱们该去提前准备了 此时还没人知道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 就要开始了 公子 想不到南洋城这么热闹 不是这里热闹 而是可以经营的行当太少了 大家都没事干 所以才看起来 显得热闹些 还有 不要再叫公子 要叫相公 身为护卫的亲衣 脸色一红 微微点头 大庭广众中和男人挽着胳膊 肩并着肩一起走着 让他心跳得厉害 这次只有他们两人来到了南洋城 从史家出来之后 大部队已经回了靠山村 是因为 当初和韩风约定好的变法时间 已经到了 就在两人不行走出码头的时候 亲衣突然惊讶 看着不远处 公 相公你看 竟然是纸币 在陈前本来的计划中 虽然有陈氏商行的便宜商品 但想要让人们真正信任 这么一种新鲜的货币 至少需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他都已经做好了 长期推广纸币的准备 结果没想到 这才十几天过去 竟然就能在市面上 这纸币难道不担心吗 担心啥 客观是外乡人吧 客观有所不知 这纸币乃是靠山村 那位陈先生发明的 你知道陈前部 就是那位手持天雷 一人灭了 勇王八十万叛军的天师 老板感到一脸自豪 陈前差点喷了 手持天雷也就算了 这一人灭八十万 可就吹大了 说起这纸币不仅好看 而且用起来方便 不过啊 这纸币除了靠山村 就只有我们南洋有了 你别看他们都在用铜钱 不过是因为他们换不到纸币 就算有人换到了 也舍不得用呢 怎么换不到 客观有所不知 靠山银行虽然换纸币是免费的 但纸币太少了 每天只有很少的名额可以换到 不过客观可以去靠山银行 胖胖运气 陈前彻底惊了 这是饥饿营销吧 这究竟是哪位天才的手笔 这位客观你还不知道吧 这南洋城马上要变天了 感谢关注 下期再见 古爵穿越古代 娶了十个老婆 并靠发明制作豆腐走上人生巅峰 用一套现代商业思维 把生意做向全国 甚至在村里修柏油马路 搞现代化城市建设 从扩建村庄开始 一路发展成为全国房地产大亨 并在现代化技术的作用下 开始研究造纸术 制造飞机大炮 因为十个老婆之中 有一个是被推翻的当朝女帝 为了帮她复国 已经研究出了少量的热武器 一路披荆斩棘 打窝扣杀鬼子 再到建铁路造轮船发展大学教育 制作玻璃生产金盐发明纸币 为了尽快实现 复国计划开始对周边城市实行变法 进行清摇伯父 鼓励开垦土地 新修水利升级农具 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使用纸币购买商品 眼前这位卖肉的小子 完全不知道自己命运的齿轮 已经开始转动 因为在他和陈前的交流之中 呈现出了先进的大局观思维 甚至让陈前一度以为 他也是个穿越重生者 在下高祥 敢问兄台高姓大名 在下陈 陈不住前 我看陈兄很有才华 应该也看出这天下将有大变 不如跟着在下一起去谋一番大事如何 谋啥大事 陈兄可听说过靠山村陈前 在下看出那位陈先生天命不凡 非池中之物 甚至这南洋城内的变革 说不定都与他有关 待我这些肉卖完 也正是打算去靠山村投奔陈先生 陈兄可愿同网 陈前一时间有点懵 轻衣也是一脸古怪的看着高祥 你们不相信吗 敢不敢打个赌 在下断言那位陈先生三年内必会起兵 到时候这整个江州恐怕就要姓陈了 虽然那位陈先生能不能夺得天下还未可知 但当此乱世 英雄辈出 我等尽早去追随陈先生 听我们的才华 必然会展露头角 甚至将来封侯败相 也未可知啊 陈前一脸震惊 自己谋划已久的底牌 竟被一个卖肉的给揭穿了 虽然陈兄的才华比我稍训一些 不过刚刚关于说论上的那些见解 可称一针见血 也已经很不错了 你千万不能妄自菲薄 相信我 我们一起去靠山村 将来必成大事 光宗耀族 敢问高雄 适何出身 陈兄所问何意 在下是个白身虽穷 却不至短 在下读书十数载 看到的都是腐朽的功名 可悲可叹 莫非陈兄认为 在下只是一个卖肉的 就不配志向高原吗 在下也是白身 也是苦读多年 没有半点功名 在下和高雄一样 认为英雄不问出处 英雄所见略同 这个高雄很有才华 他思想前卫 看待问题也很透彻 还能看到机会 并想着去把握机会 也有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乙心 确实是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在下也打算去靠山村的 不过这趟来 南阳城还有点事 不如高雄先去 在下随后就到 很久没遇到陈兄这般的人物了 可不舍得跟陈兄分开 若不嫌弃的话 在下愿陪陈兄一起 当然没问题 敢问旁边这位是 这是我的夫人 原来是嫂子 失敬失敬 陈兄 你看那边 那个喊话的人是个性肇的秀才 他想要让别人和他一起抵抗变法 祖宗之法不可废 富贵贫贱 命中潜定 郡守大人一定是疯了 他和他的幕僚 竟然想要让富人的田地 和穷人的田地平均 这不是笑话吗 穷人就是穷人 他们配得上那么多土地吗 他们本就是卑贱的 岂能跟我们一样平等 趁着法令还没颁布下来之前 我们应该去抗议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你是何人 怎可满口胡言 贵贱乃由天定 生来就分贵贱 这是自古的天理 呵呵 好一个天理 富贵者就该永远富贵 贫穷者就该永远贫穷嘛 寒门子弟想要出头机会渺茫 这合理嘛 南洋变法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你们也无需担心 变法会失去什么 对于贫贱者 变法是一个机会 对于富贵者 变法带来的机遇更大 无论法怎么变 优胜虐态的道理 永远不会变 当中不少寒门子弟 听了这番话更是热血沸腾 没人生来该贫贱 可如今的环境 留给寒门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没人在听赵秀才的话 不少人都摇头叹息着离开了 站住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非要雨在下过不去 坏了我的事 想走 原本围观的几个壮汉 立刻围了上来 沉浅瞟了一眼 显然这些人都是一伙的 估计自己猜的没错 是有人在幕后指使 此时见不远处 正有一对牙翼在巡逻 怎么光天化日 你还敢打人不成 小子 你倒是牙尖嘴利 满嘴歪利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多管闲事的下场 有轻衣在 他倒是不担心安全问题 只是很诧异 不远处就有牙翼在寻街 这个赵秀才哪来的胆子 差爷 差爷 有人要打人了 那几个寻街的差人 其实早就看到了这边的动静 都没打算多管闲事 此刻被高翔这么一喊 不管也不行了 你们干什么呢 街上不许打架 领头的差人叫王富贵 养的帽子歪歪斜斜的戴着 晃晃荡荡的就走了过来 哟 姑娘还会使剑呢 但你当街打架成何体统 这剑就没收了 这些人想要当街行凶 我们是在自保 赵秀才满脸堆笑 来到王富贵面前 从袖子里取出遗物 塞进拆头手里 大人 明明是他们在当街行凶 你看他们还有剑呢 望大人明察 对对对 是他们当街行凶 姑娘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跟我们走一趟吧 小子 坏人的好事 也不打听打听别人的背景 连点规矩都不懂 今天就教你做人 高祥目瞪口呆 他虽满腹才华 可眼下人家根本不和他们讲理 轻衣勃然大怒 公然行会 真是明目张胆 他犀利的眼神看向陈前 只要一声令下 他立刻就能嘎了这些恶人 不急 我这个人 将来是愿意和人讲道理 但要遇上不讲道理的人 我也可以和他不讲道理 他们搬弄是非 蛊惑人们 阻碍俊守大人 变法在先 被识破后 又要当街行凶打人 你不抓他们 反而要抓我们 这也是不讲道理吧 道理 小子 你难道是三岁小孩吗 既然这么幼稚 还想讲道理 今天就教教你 老爷是官 官就是道理 大人 还和这些家伙废话干嘛 他们不懂事 咱们就教教他们 让他们学会懂事 高祥健壮 也是万分惊恐 不过他是个聪明人 虽然有些不安事事 但见识过赵秀才 当众给拆头塞银子 他也明白了些 这当中的潜规则 大人 这是一个误会 求您放过他们吧 大胆 老爷我秉公执法你 竟敢当众行贿 藐视王法 真是不把本老爷放在眼里 来人啊 把这穷书生给我抓起来 至于这银子 没收 高祥目瞪口呆 他不明白 同样是塞银子 为什么结果会完全不同 看着他一脸茫然无措的模样 一旁的赵秀才 满脸讥讽的哈哈大笑起来 动手吧 尽量别嘎人 也就自家公子脾气好 还试图和这些人讲道理 他早就忍不住了 旁边的壮汉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到了一样 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轻衣出手的一刹那 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周围的差人们和围观的百姓们 这一刻都已经惊呆了 高祥整个人都梦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身穿轻衣的小嫂子 竟然这么厉害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人 呵呵 你还不配知道 我是什么人 你只需知道 没有谁能一手遮天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 你惹不起的人 我本不想凡事 都用武力解决 但和你们好好讲道理不听 把银子还给他 小子 我劝你还是立刻缴械投降 敢阻碍我们官差执行公务 后果是你承担不起的 就在这时 大街上一队士兵 从城门的方向朝这边来 王富贵心头大喜 这些士兵正是南洋城的守军 军爷你们来得正好 这些狂徒胆敢当街商人 还阻碍我们执法 奈何女贼会些武功 我们不是对手 还望军爷出手相处 一并擒了贼人 将军瞥了眼王富贵 正要开口 眼角的余光 却是看到了旁边的 陈钱和清衣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陈先生 来的这位将军 正是南洋城守军副将 当初跟着陈钱 一起前往永州的徐天德 属下徐天德 见过先生 而这一刻 周围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那高大威猛的将军 竟然大礼拜见 这个看起来 弱不禁风的书生 赵秀才整个人 也都懵了 能被一位将军 如此敬畏 并称呼为陈先生的 还能是谁 一旁的高翔 也是懵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 心中那个大胆的猜测 难道这个称呼 自己高凶 儒雅随和的 沉不住前兄弟 就是靠山村陈前 徐将军 快快起来 咱们是老朋友了 何必这么客气 陈先生 您这是 哎 你们南阳的治安 不太好啊 我与他们讲理 他们不仅不和我讲理 偏要和我讲拳头影 结果这些当差的过来 不主持公道不说 还公然收人的好处 想要把我们拿了 徐天德 已经是一身冷汗的 撇向赵秀才和王富贵 他比普通人更清楚 眼前这位看起来 儒雅随和的陈先生 打起人来 那可是眼都不眨一下 可别连累了自己 陈先生 是咱们南阳城的大恩人 当初若不是陈先生 亲自带人 来解救我们南阳城 以勇王那些叛军的德行 这城内如今还能有几个活的 如今陈先生来了 咱们南阳城 你们不好好招待 还敢仗势欺人 以权谋私 真是丢光了我们南阳人的脸 来人啊 把这些不长眼的东西 都给我推下去砍了 求求您 饶了我 饶了我吧 我真不知道您是陈先生 小的知道错了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求陈爷爷饶了小的一命吧 你们知道错了 呵呵 你们不认识我 不是你们的错 今天的事 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又当如何 旁人就活该被你们欺负吗 徐将军 这人在街头 蛊惑人们 意图阻碍 韩大人的变法 我想他背后 应该还有其他人指使 应该调查一下 是 至于他们的罪 一律严查便是 属下遵命 随着赵秀才 王富贵等人 在一生生唾弃中被带走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陈钱的身上 望着眼前那双双热情的目光 眼下这场面 不说点什么 怕是不行了 南阳城的父老乡亲 大家好啊 我是陈钱 我这次来南阳 只有一件事 就是希望南阳变得更好 最近郡守大人 颁布的免农税 和免除摇曳的法令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和大家交个底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 我们会在南阳搞改革 搞变法 出台一系列 惠民政策 为的就是 让大伙儿的生活 越来越好 说太多虚的 没什么用 我在这里 向大家保证 南阳城接下来 要进行一系列的建设 比如大家都看到的 重修排水渠 此外还有修路 修房以及扩建 更大更高的城墙 此外 不久之后 城内一些老 破 小的房子 会开展拆迁工作 有的朋友可能 还不知道什么是拆迁 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把老房子 破房子 小房子拆掉 然后免费给大伙儿 换成新房子 大房子 好房子 竟然能用破房 免费换好房子 这简直太好了吧 当然 拆迁不会把整座城都拆了 我们要拆的 仅仅只是那些老旧 残破的地方 此外 前段时间 我刚和南方的粮商们谈好 市场上粮食的价格 很快就能迎来一次 至少两成的降价 当然 南洋的改革 和各种优惠福利 不是我三言两语 就能说完的 但我能向大家保证 南洋将越来越好 未来 大家都会 因是南洋人 而荣耀 至于大家需要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配合你们 俊守大人的变法就行 如果有居心叵测的人 想要破坏变法 咱们答不答应 不答应 咱们走吧 高翔呆愣愣的站在原地 也愣愣的看着眼前一幕 这一刻 他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高兄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我 我 咱俩不是要去靠山村投办我吗 正好顺路一起啊 啊 感谢关注 下期再见